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被驱逐出尸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的故事 让人觉得含畅淋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生龙道》 作者 血红 点播 玉生配音组 孙科长的办公室 他点着了一根香烟 皱起了眉头 这个身上带着麻烦的逸臣往北京来了 他的两名下属颠颠头 其中一个回答说 是的科长 逸臣先生以及现在的俄罗斯经贸团 团长普洛夫先生的高级助手 发的地奥一起前来北京 据我们的分析 他并没有什么危害性 上海的事情完全是龙飞族长的公报私仇 满用权利 孙科长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一尘和龙飞会有什么仇呢 你们大概也知道了 龙飞他们一群人 简直就是中国神话传说里面神仙一般的人物 你们认为一个普通人有机会和他们结怨吗 两个下属愣了一下 办公室的门已经被推开了 天风子走了进来 面色如水 不见一丝波纹的说 孙科长 逸臣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吧 他曾经是贫道的侍职 我们天心宗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 孙科长的脑袋马上嗡嗡嗡地响了起来 天呐 自己怎么就没想到 一尘 一尘子 他妈的 孙科长苦笑着说 天风道长 这个 希望您能够明白我们的政策 凡是真正的友好人士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负责他们的安全 我们不希望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明白吗 他第一次用这样严肃的口吻和天风他们说话 天风沉默了两久 淡淡地说 孙科长 对于我们修士说 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你们的很不相同 当然 我们也是受命来协助你们 并不想给你们惹任何麻烦 但是 很多事情 其中的英国很是复杂的事情 你们恐怕无法理解 孙科长狠狠地一拍桌子 我能理解 我所能理解的就是 哪怕你是真正的九天神仙下凡 也必须遵从我们的法律 一尘不管他以前是什么人 不管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只要你们还承认你们是中国人 你们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办事 神仙圣佛也好 有魔鬼怪也罢 如果你们要肆意胡为 那么就从我的尸体上面先踏过去 天风子眼神一凝 整个房间内的压力骤然加大 一股不可见的剑气 已经逼近了孙科长 孙科长挺胸而立 死死地瞪住了天风 他的两名下属 二话不说地掏出了手枪 瞄准了天风的脑袋 天风一纷纷地增加自己释放的压迫感 怪异的声浪一层层地涌了出去 孙科长 你们认为这种武器对我们有用吗 你们负责你们的事情 我们处理我们门内的事物 双方互不干涉 孙科长已经满身大汗 猴结上一颗细微的血珠 微微地沁了出来 那是天风子的慢慢逼近的无形剑气造成的 他一个字一个字低沉地说 天风道长 友善地对待一切友好人士 这是我们的制度 也是我们的法律 无论你个人是多么强 你也盖不过这万千国土 十亿人民的共同遵守原则 您能压迫过我又如何 自然有比我高明的人来处置你 个人的能力能够说明什么呢 天风突然收敛了自己的剑气 办公室内紧张的气势为之以收 他淡淡地笑着说 真是奇怪 你区区一个凡人 居然可以在我的气势下抵抗这么久 我倒是小看你们了 哼 是条汉子 放心了 我不过是去和一臣子说明一些问题 希望孙科长能够明白 按照我对一臣子的了解 如果他知道了四年多前的一些事情 恐怕真的会造成很大的乱子 我从来不敢小看我这个失职的 孙科长追问他什么意思 既然他现在不知道那些事情 那么很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到底你在说什么 天风潇洒地走出了方门 我是不会告诉一臣子那些事情的 可是我其他的六个失职 哎 孙科长 最好您派车送我去那个什么火车站 我可不想和我的失职们一样 大白天的就遇见飞行啊 孙科长张大了嘴 心里发出了一阵呻吟 这些修士们也太嚣张了吧 大白天的居然 他无奈地示意两名下主准备车辆 随后双腿发抖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 不过是短短几句话的功夫 孙科长自觉比以前打三个小时的搏击还要累上三分 在天风的催促下 那辆挂着特别牌照的奥迪车一路狂飙地冲了出去 而此刻 一阳子他们六人早就赶到了火车站 一尘笑呵呵地搂着菲利 跟随着法特迪奥下车 普洛夫派来的十几个迎接的人早就等候在了月台上 一尘操着一口极臭的俄语 和他们寒暄了几句 自己觉得没意思换成了英语 菲尔 戈尔 提着一尘和菲利的行李箱紧紧地跟在后面 解斯特还是那一副痞子一般的德行 叼耳郎当地在外围一步三晃地走着 沙利仿佛幽灵一般紧紧地跟着他 一尘仿佛对法特迪奥说 这就是北京吗 车站里面这么多人 法特迪奥怂怂肩膀说 现在为了准备奥运会 已经扩建了车站 如果是以前来 那个人会吓死你哦 一尘微笑着 缓目思顾 突然身体一抖 猛地带立在了现场 紧贴着他的菲利 第一个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连忙顺着他的眼光看了过去 法特迪奥他们也发现了不对劲 顺着一尘面旁正对的方向看去 一排六个男青年站在那里 附近很诡异的 方圆五米内没有任何人来往 长长的黑发披散下来 同样淡然温润的表情 同样忧身有神的眼神 同样整洁到一尘不染的黑色服饰 简直就是一尘的六个口碑在那里 法特迪奥低呼 妈的 中国义 又是你的仇人吗 妈的 居然找上门来了 一尘淡淡地笑了起来 不是仇人 是我的兄弟 迈步走了过去 一尘距离六人两米处站定 法特迪奥没有靠上去 而是在周围隐隐布置了一个圈子 有意无意地阻拦了一些经过的客人 一尘长息一口气 挨个地打量过去 一阳子 一心子 一青子 一镜子 一精子 一空子 一尘有点吃惊地发现 一阳子 一心子体内虽然是二十八秀循环状态 可是和自己刚刚突破的又是不同 他们的循环内敛了不少 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笼罩着他们的身形 显然是突破了周天星力后 人员更加精烈 达到下一个轮回的二十八秀境界 而一尘子他们 自和自己现在的境界相当 谁也不比谁强上一点 一尘苦笑 毕竟是浪费了四年时间 以前自己突破到周天星力 然后再次步入到二十八秀 四项星力的境界时 这六位师弟才刚刚形成最原始的心力循环 这次可是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一尘伸手出去 淡淡地笑起来 好久不见 恭喜你们 一阳子他们大步上前 紧紧抓住了一尘的手 低声叫了一声 师兄 年龙最小的一精子和一空子就要哭了出来 眼见山上十几年的清修 并不能让他们的心境 死守住再见到一尘的激动 一尘挽回手 无奈地耸耸肩膀说 我现在可不是那个天星宗的弟子了 不要叫我师兄了 省得起个老家伙又要发火 你们最近可好吗 一阳子点点头 我们都好 师兄 您最近 一尘撇了一下嘴 指点了一下法达地耀他们 哦 看看 混得还不错 我这个人呢 天生脾气太坏了 阎王爷都懒得着我的麻烦 所以啊 还能留在人间祸害他人来着 师父 不 天闲道长还好吗 一空子咬了一下牙齿 师父他被罚入了后山 面壁思过 他妈的 一尘恶然 能够让一空子他们这样 一心精进的揪事骂脏话 肯定不是小事 尤其天贤子为何关入了后山 他招惹了谁 难道自己误入了禁地一次 把自己丢出师门还不够 还非要惩罚自己的师父吗 对天心子等几个师门长老的恨意 莫名地增加几分 恶狠狠地咒骂道 天心子这几个老杂碎 他骂的 一阳子他们吓然地看着一尘嘴里 发出一连串针对天心子以下 对着天风子等等师门长老发出的亲切问候 一经子连忙说 师兄 不是的 不是掌门师伯他们的错 就连您被赶出师门 也不关他们的事啊 一尘愕然 一手抓住了一阳子冷声说 到底怎么回事 说 一阳子一咬牙 飞快地说 师父把您打晕后 本来掌门师伯已经答应了 只是罚师兄您面壁十年就可以抵过了 可是道德宗那个法天老道 带着几个师弟师徒 冲进了山门 刚好发现师兄拥倒在大殿门口 就问天心子师伯 我们天心宗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外人面前 天心子师伯为了保持天心宗历代祖师的威严 只能忍痛 答应驱逐师兄出师门了 一青子狠狠地说 那个法天老砸碎 他妈的 居然还故意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挑拨师父 师父一发火 打了他四十九道碎星剑气 差点干到了法天老道身旁的一个师弟 结果 法天威胁 要罚太上师尊令 请所有的宗派评礼 结果 师父就被罚进了后山面壁 师兄也废掉了浑身修为 逐出了师门 义尘脸色平静地可怕 淡淡地说 本来师伯还倒是不准备驱逐我 最多加重惩罚 也是法天老道 在旁边不断抬出天心宗的家法 逼迫师伯赶走我是不是 明白了前后的缘由 义尘对天心子的怒气 马上化为乌有 一肚子斜火 全撒在了道德宗头上 义扬子不敢瞒这个 从小就敬畏的师兄 连连点头 其他五个师弟 也都愤恨得点头不语 义尘微笑起来 轻轻地拍拍六个师弟的肩膀说 看 你们又调皮了 应该是最外向的天风师伯 带你们出来的吧 他肯定不让你们来见我 你们又偷偷地跑出来了 这可不行 一羊 除了我 你就是最大的一个 以后不要这样冲动了 道德宗啊 道德宗 你们回去吧 我自己知道怎么做的 一羊子他们根本没有怀疑到 义尘为何如此有信心 从小就养成的信念内 义尘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 始终照顾自己的师兄 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吗 他们轻轻地点头 义尘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说 走吧 按照世门的规矩 你们都不应该见我的 不要再让外人对着我们天星宗 指手画脚的了 不要让天风子师伯为难 你们回去吧 做好你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一羊子他们有点依恋地看着义尘 义尘冷哼一声 哼 休闲之道 漫漫无忌 哪有那么多儿女情长在这里面 我们虽然不主张断情决性 但是也不要过于贪念心中的万千情绪 战不断 如何修炼 走走走 一羊子他们猛地回头就走 然后突然僵住了神子 天风子已经漫步走近 来到义尘的身边说 义尘呐 你长大了一点 真的长大了 起码知道不是死死地照住自己的师弟们 学会了教训他们了 修道之人不求断情决性 但是也的确不能过于儿女情长 说得好 请敬儿子 要把持的平衡 的确难为啊 发的地奥他们一行人 这才突然发现 自己的圈子内突然多了一个老头 这种怪异的感觉 让他们心里难受得要死 死活不知道天风子是从哪里混过去的 天风子仔细打量了一下义尘 笑起来说 嗯 身材也高大了很多呀 看起来最近还好吧 义尘刚要说话 天风子已经脸色狂变 怎 怎么可能 天心子师兄亲自点破了你全身震源 破掉了你所有的修为 你 你居然又达到了周天心力的境界 还 还快要突破了第二轮回的二十八秀 打四项心力的程度 怎么可能呢 义尘的脸色也是一变 刚才的一阳子 他们因为心情过于激动 并没有察觉自己的师兄身上有着深厚的修为 而天风子就不同了 一颗心仿佛明镜一般 加上修为比义尘高升了无数 义尘的身体情况哪逃得过他呢 一阳子他们也偷偷地打量了义尘 果然发现了义尘体内那颗晶莹剔透 缓缓流转的星壳 天风子迅速凝神 打量了一下四周的人 义尘心里大叫不妙 果然 看到菲利 杰斯特 菲尔 戈尔身上 都有了近乎六要星辰的星辰之力循环 天风子的脸色 已经是阴沉得可怕了 义尘身上的修为 还可以说是天心子故意放睡 瞒过了法天老道他们 可是 被逐出尸门的天心宗的义尘 居然把天心宗的心觉流传出去 如何不让天风子的心神震动 差点就要即刻出手 义尘飞快地说 我已经不是天心宗的人 天心宗的加法对我没有任何效果 天风子一愣 义尘继续说道 天心子师伯 错了 天心道长 废了我的修为 我已经抵消了我误入禁地的罪过 而我现在拥有的力量 是我九死一生冒着神行巨灭的危险重新修炼来的 天心宗已经没有权利收回他了 至于其他人等 我虽然发誓过不外泄天心宗的心法 否则受当天解 可是我并没有说 如果我外泄了心法就可以由天心宗的人收拾我 难道你认为天心宗可以代表藏田吗 一阵歪理让天风子是目瞪口呆 说到口才 他如何辩论得过从社会最下层混到现在地位的义尘 天风子觉得义尘的解释似乎是对的 可是他明明错了呀 这个 虽然说义尘发誓一旦外泄心诀就天结临头 可是这个天结还没来 难道就任凭义尘逍遥不成 义尘心里也是安安教苦 他只知道道德宗的人到了世俗凡尘 依托官方的力量增加自己宗门的势力 谁知道 谁知道天心宗居然也派了人手 为了那聚集英国金融市场的获利 而远避到了中国 看来真是一个愚蠢到了极点的主意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玉生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尸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幻生 偏偏让人觉得 韩唱淋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玉生配音组 天风子脸色连连变幻 到底如何处置才好 现在的一臣 并不是宗门人士 如果自己对得出手 恐怕日后传出去 对于天星宗的名声 就有点 天风子原地待立了三四分钟 对于一臣来说 却是三五年半漫长 到底天风子在想些什么 他到底想把自己怎么样 要是他真的执意 再次废了自己 恐怕跑都跑不掉 一臣可是 深深地知道天风子的实力 毕竟人家都五百来岁了 和自己能比吗 天风子长虚了一声 看了一臣一眼说 贫道既可回山 请示场门师兄 一阳子 你们留在北京 继续做你们该做的事情 记住 人和人的缘分 总有一天要终结 强行求援 对大家都不好 说完 天风子转身就走 渐渐地 他的身影就在空气中模糊了起来 诡异的是 附近的人除了一臣等七人 包括菲利 解斯特等人都没有察觉任何的不对 一臣苦笑 对着六个曾经的十兄弟 点点头说 多多保重 我走了 对着法德 地奥他们打了一个招呼 心情沉重地走出了车站 上了普罗夫派来的车队后 一行人朝着钓鱼台国宾馆 急吃而去 一阳子他们也是叹息了一口 没有什么好说的 返回了孙科长他们的驻地 一臣心里很是压抑的厉害 既然已经在本门中人面前 暴露了自己现在的情况 那么 无论逃到哪里都是没有用的 就算逃回伦敦 只要天心宗的人执意对付自己 还是得束手就擒 根本没有打赢的可能性 不要说天心子他们了 只要天风子的掌徒等几个师兄弟出手 肯定一击能废了自己 和普罗夫寒暄了一阵 在几个北京外貌不满的官员下 陪同用了晚餐 一臣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召集了威力等四人 今天的那七个人 你们看到了 费尔点点头 很古怪的七个人 六个年轻人还好 可是那个老头子 太死了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什么时候走的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太可怕了 他站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根本无法感知到他的存在呀 一臣摇摇头说 他们是我师门的人 我的师门叫做天心宗 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大的宗门 非常的强大 拥有你们所不能想象的力量 一臣神色肃穆地说 现在 我交给你们天心宗所有的 我掌握的口诀心法 万一我出了意外 你们就拼命地逃 拼命地逃 千万不要傻乎乎地给我报仇什么的 你们记住 我们如今面对的 是一些修炼了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恐怖人的存在 他们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掐马一样 掐死我们 飞力乖乖 不要插话 事情不见得有多坏 我只是预防万一而已 多少 师门和我还有一点点情分在 如果我出了意外 你们逃 然后自己专心修炼 按照我给的口诀 大概两百年后 你们可以得到一点点自保的能力 没有让眼泪汪汪的飞力哭出声 一臣已经一个耳光抽在了他的脸上说 飞力 不许哭 否则我不会再留你在我身边 飞力连忙擦干了眼泪 哄着眼睛跌脸头 看看一脸黯然的菲尔 戈尔 业基杰斯特 一臣冷漠地说 现在 看清楚 记清楚了 一臣摊开自己的右手 左手一挥 掌风按下了墙壁上的防灯开关 对飞力他们说 记住 紧紧地记住 天星宗的一切功法 他的力量的源泉就是宇宙中的星辰 凭借他们的力量 我们可以开启自己体内潜力的源头 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一臣的右手掌心处 缓缓地出现了一颗细微的 散发着屡屡银光的银星 一臣想起自己五岁时 那时候的天仙子坐在自己到房的葡团上 给自己演示的这一幕的情景 一臣把自己带入了那时天仙子的角色 轻轻地说 宇宙 从无而来 一元化幻 从一中演化了万物天地 那颗银星爆炸开来 一勒勒模糊的银色光运 浮现在一尘掌心的上方 一尘悠悠地说 混沌初开 从一中出现了天地万物 繁衍所需的元气 简单地说 这些元气最后变化了星辰 天空 大地 海洋 河流 花草树木 鸟兽鱼虫 以及最后的人 银色的光云开始旋转 不断地旋转 渐渐地 里面一些比较浓稠的地点 光云开始聚集了过去 天星宗的心法 就是仿照宇宙从无到有 慢慢地演变的历程 在人体内形成一个微型的小宇宙 从而掌握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 就是一元化初的情景 没有星辰的出现 但是已经有了星系的雏形 光云中 那些浓稠的点 开始聚集成了亮亮的小点 附近还有一圈圈 更加细微的银色光带环绕着 一尘解释说 其实 所谓的六要星 十二元晨 二十八秀 大四项星力的境界 就是建立初步的真元循环后 吸收星辰的力量 模拟星系运转的情况 因为人力有军有劲 我们不可能刚开始 就吸收模拟漫天星辰的轨迹 所以 只能一步步地做起 其实天星宗的心法 根本不需要划分这么多的境界 你达到了 就修炼成了 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 广云已经形成了一个 璀璨辉煌的小宇宙 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星系 按照玄奥的轨迹流转着 淡淡的荧光 映亮了整个卧房 一尘轻轻地笑起来 看宇宙形成了 但是宇宙最终要重新跪就于虚无 在一尘的操纵下 星系开始相互撞击 粉碎 最后漫天银星都被吸入了那个细微的银点之中 一尘脸上刮起了迷人的微笑 一个轮回完成了 然后从自己已经脱胎换骨的体内 再次地爆发一个新的小宇宙出来 你们就真正地踏上了追求天道的道路 可是这很难 很难 非常的难 要完成第一个轮回 就已经让很多天星宗的弟子 消耗了数百年的时间 真的很困难 一尘一边掩饰宇宙的变化声息 一边把天星宗他所掌握的口诀 尽量用非理他们可以理解的英文翻译了过去 一尘也是弄了一头大汗 实在是太伤神了 要用英语 如此简陋的符号语言 解释如此玄傲智威的口诀 实在是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东方已经发白了 一尘终于完成口诀的教导 他叹口气说 唉 我在师门的时间不长 仅仅知道第一个大轮回所有的口诀 第二次形成小宇宙后 需要怎么做 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 连猜测一下都没有办法 就不要说本门最高深的星点内 所记载的七公异数了 当然了 你们比起我来 也有很大的优势 你们天生具有普通人不可思议的力量 你们才是真正适合修炼的人 一尘有句话没有说出口 为什么 这些具有先天力量的人 大部分都存在于西方 为什么东方的人 都是依靠修炼后 才具有相同的力量 为什么出去占据了西方的超能者 最后肯定不能和东方的修饰看衡 很古怪的一个现象 但是 一尘又不是什么学者 才懒得深思这样的问题 而东方和西方的异能界 并没有什么交往 谁都不清楚对方的情况 谁又来关心这些问题 西方的教廷和黑暗一团 斗得热火朝天 东方的修饰和那些异类 也是相互暗地的算计 谁有闲心管自己低皮外的事情呢 一尘挥手赶走了菲利他们说 我要一个人静一静 你们出去好好回忆一下 我交给你们的东西 菲利点点头 有点不舍地站了起来 朝房门走去 菲尔 戈尔跟在他的后面 杰斯特死死地看了一尘半天 冷冰冰地说 老板 要是你死了 我绝对不会给你报仇的 但是我日后一定要教训那些干掉你的人 因为他们干掉了我的老板 就是不给我杰斯特 缝 大格拉斯面子 我一定要教训他们 一尘心里微微移动 听到杰斯特的名字 这小子似乎是凯恩的老乡啊 真是看不出来 突然 一尘猛地叫道 你们都回来 有件事情必须告诉你们 千万不能在白天练功 菲利愣了一下 问一尘说 老板 为什么 奇怪 我们一直都是在晚上练功的 也没有在白天 一尘轻轻地点头说 这是我忽略的问题 天星宗的星法 就是依靠漫天星辰的力量增强自己 按道理说 太阳也是一颗恒星 也对我们有帮助 但是不要忘记 太阳距离我们太近了 近到它的星力 我们所不能承受 夜晚是它的星力减弱的时候 我们才能吸取四方星力 我并不知道 在正五十分吸收太阳蒸火 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我师们在先辈说过 一个师祖级的修士 正因为在正五十分尝试修炼 结果被蒸火焚尸而死 你们记住了 菲利等私人愣了半天 硬是不知道明明太阳就在那里 白天和晚上到底有什么不同 逸臣也很想解释 可是逸臣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好忽略过去了 赶走了四人 逸臣仰天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开始数数 妈的 天凤子 也走到山上了吧 无论如何都要有个结果出来啊 靠 看看我是死是活啊 如果仅仅是破了我的真远 似乎还能够接受吧 毕竟 我能够重新修炼一次 就能够重新修炼两次 但是菲利他们可就麻烦了一点 不过 看在我的身份面上 师伯他们应该不会太过分了吧 心里仿佛打鼓一般 一沉沉沉地睡了过去 为了一个晚上的精神 他实在太累了点 四川 峨眉山 天风子已经在天心子闭关的山洞门口 等了整整一夜 而天心子并没有给他任何回答 天风子心里为难不已 一沉本来是天心宗上下最看好的天才人物 如果不是他误入禁地的事情 很可能天心子飞升之后 宗门会全力栽培他成为下一任掌门 想到这里天风子也有点安安地责怪 道德宗的法天老道 要不是你们突然凑合进来 至于把一沉赶走吗 甚至连那天守山的两个小道童 天风子也是狠狠地埋怨了一把 你们两个小娃娃 叫你们看大门 你们干嘛随意放人的进来 你们稍微阻拦一下 等一阳子他们把一沉带回了自己的道房 就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 可是想归想 天风子也知道 现在想着这些并没有什么用处 一沉的遭遇也只能说是天命使然吧 眼看太阳已经慢慢地吸血 天风子等不住了 耀声发问 师兄 有关一沉子的事情 您看 良久 天心子仿佛天籁般的声音 悠悠地突破了上百丈的山石 传了出来 哎 难以决定啊 一沉子并无大过 我被迫违心驱逐了他 心里不安 已经起码耽搁了我三十年的养心之功 如何还能再次罚他 一银 一竹 莫非前定 天命如此 我等还能合眼 天风子脸上挂起了一丝喜色 要问道 师兄 您的意思是 天心子沉默了一阵子 淡淡地回答说 当年 我亲手点破一沉子浑身的修为 这是一沉子的结束 从常理来说 浑身真缘被破 此生再无继续修炼的可能 再加上我们在他体内部下的真缘所 一沉子当时的功力就算是在全胜之时也无法冲突开来 短短短的四年时间 一沉子居然恢复了旧官 此番辛劳其中的艰险 为时可探可现 一番向道苦心 也的确为难了这个孩子 天风子默然 他知道 从常理上来说 真缘被破 人就是彻底的废人了 而一沉居然还能修炼回来 就算是苍天特别看重他 给他特别的天赋 可是修炼时可能随时魂飞魄魄散的间线 也的确让天心子惊心不已 天心子淡淡的道 算了 算了 曾经和净土宗的天生大师谈论 佛祖有三千法门 门门皆可成佛 又说天心罪辞 凡是一心向上者 苍天无不由之 我们算得到了什么 我们能代替苍天去处理一下一臣子吗 脱离了天心宗 却还能修回天心宗的法门 未尝不是他前生积德所致啊 天疯子席耳恭听天心子的感慨 就连他教导的那四个人 也是他们的福分 老师族以道德宗一个杂役童子的身份 参天相 而建立了天心宗 我们的法门来得不易啊 但是可怜世人庸碌 终身在红尘中打滚 假如一臣子泄露的心法 能够多让几个人 脱离这三千丈红尼 也算我们天心宗的功德 天风啊 这也算广大门户的好事 只要劝戒一臣子 不要锁船飞人则可 天风子连连应声 是 是 师兄 我明白 我明白 本门心法虽然上手最易 如果锁船飞人 的确祸害苍生 我会警告一臣子的 天心子笑了起来 倒也未必 天风 再过十年 你的修为 就可以勉强残悟星典的 第一侧了 到时候 你就会明白 所谓的修心之术 在本门中还是很重要的 心怀邪念者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得到 本门的至高法决 倒也不用过于担心了 就是这样吧 你去吧 为师 还要感激你才是 天风子愣了一下 师兄 你有什么事情 要感激我 天心子笑而不语 和和和的笑声 传遍了这座 剔透的小山峰 天风子摇摇头 一道荧光升起 尽量的收敛了 自己发出的光滑 飞快的飞去了 天心子闭关的石窟内 一块白玉蒲团上 一身青袍的天心子 盘膝而坐 脸上的银色光幕 已然消散 露出他那慈祥的面容 脸上带满了 欢畅的笑意 四年前 因为违心驱逐了一尘 已然造成了 他心中的心魔 这次天风子 带来的信息 让他苦苦思索了 一个晚上后 心中终于豁然开朗 人各有命 依臣子此刻的成就 是昨日果 是今日因 自己何必苦苦纠缠呢 祖宗的法门 自然有他自己的原法 有缘无缘 尽是苍天注定 自己只要顺从天意则可 何必妄图以一人之力 挽留天命的运转呢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尸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觉得含畅银礼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天心子心里一片宁静 欢欣鼓舞 因依然已经有了直接飘升的冲动 他心里微微触动 已然发现自己时日无多 最多百年之内就要脱离这个世界了 一臣子啊一臣子 天心子的脸上银霞再起 右手微微地掐动了几下 默默地用天心宗的参天咒 计算一尘的运势 天心子猛地站了起来 嘴里冷哼一声 是可忍 说不可忍 道德宗啊道德宗 好称道德 你有何道 你知何德 荧光大声 天心子仿佛一颗逆行的流星般瞳孔而起 瞬息间追上了全力前行的天风子 天风子惊骇于师兄和自己的实力差距 也不由得好奇心大气 师兄 您为何出关 难道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天心子身侧荧光大声包裹住了天风子 闷不作声地急速前行 因为害怕给地面上的人造些某些不可知的影响 天心子控制了自己的速度 并不敢全力思维 过了一阵子才说 到了北京外 告诉维兄 天风子连忙答应了 一晨醒来的时候 外面已经是万家灯火 菲利等人已经在外面等候了很久 沙利还是一个人坐在了房间外的角落 如果不注意看 完全不能发现他 一晨疏散了一下筋骨 笑呵呵地说 哼 你们吃过晚饭了吗 我有点饿了 菲尔 叫人准备点吃的喝的 然后 叫法特迪奥先生过来 我们去欣赏一下北京的夜景 话音刚落 外面就传来一个冷冰冰的语调 你臣子 叫出你的两个下属 也就是打伤我们师弟的两个凶手 另外一个声音骄傲地说 我是道德宗下 明德真人的大弟子清松 那位是我的师兄贤云 叫你们两个下属滚出来 不然连你也没有好果子吃 一晨轻轻地回了一句 两位 在这种地方 你们肆意胡违就不怕吗 清松的声音传了上来 我们害怕 我们为什么害怕 害怕让那些凡人看到我们吗 那也太小看我们道德宗了 你们房间附近 已经全部被我们给隔绝了 保证一个字都不会传出去 一趁心里的邪火 渐渐涌了上来 道德宗啊道德宗 我当初不过是看到龙飞虐杀几个无辜的兽精 出手管了一下而已 你们已经害得我被赶出了师门 就算接过了这笔梁子 菲尔 杰斯特和你们师兄弟交手 双方都有不是 为何全部赖到我们头上 好啊 那么干脆就和你们道德宗的人拼个死活 也省得日后被师门处罚 死得屈弱 一尘放开了嗓子 真原例外涌道 去他妈的两个砸碎 你们带路 找个清静点的场子 老子给你们收拾 臭你妈的 老子不发为你当老子 还是以前的一尘子吗 清松和咸云不及防备 被一尘的声浪 震得头昏眼花 大海之下 两道氢气 朝北京城外投去 一尘打招呼一声 手里留下 其他的人跟老子追 他妈的 非要灭了他们不可 一尘做黑社会的老板 养成的脾气冲了上来 他妈的 你不给我面子 我还给你面子不成 来呀 老子赤脚的还怕你穿鞋的不成 拼个死活算了 当先 一尘拔个窗子跳了出去 轻快的在附近的墙头屋顶建立 追着两道倾气而去 菲利第一个追了出去 杰斯特给沙利打了一个安静呆着的手势 仿佛一只蝙蝠一样冲了出去 却已经落在了菲尔和戈尔的身后 一尘全力奔跑 淡淡的银色光滑 笼罩住了身体 此刻正是心力旺盛的时刻 一尘根本不需要自己太出力气 只要巧妙地利用星辰之间的立场 相互交融排斥的特性 就可以不弱于预见飞行的速度前奔 菲利和杰斯特是拼命地追了上来 两人倚仗着身体的灵巧轻活 倒也没有落后于太远 让人吃惊的是 体型庞大的菲尔和戈尔 却赶在了菲利他们的前面 两兄弟特别习惯于操纵 大气和土地的力量 此刻一道道团结的气流 围绕着他们的身体 就好像两道人形龙卷风一样 冲了出去 带起了一道长长的破空笑声 轻松回头看了一眼 差点吓得气功消散摔了下来 结结巴巴地对贤云说 师兄 师兄 一尘子不是已经被破掉 浑身修围了吗 怎么 怎么他追得这么快 贤云闻眼也回头看了一下 身子也是一头 一尘正浑身杀鸡地渐渐逼近 而他们身后的四个人身上 也冒出了强大 但不知道根源的气息 仙云惊慌地说 快走 按照刚才计划好的 带他们去西郊的山区去 一尘子当初就十分难对付 现在恐怕我们两个不是对手 奇怪 他怎么不遇见飞行 而是靠两条腿出于我们呢 两人如何知道 一尘刚刚捡了一把便宜 但是还没有身界合一 如何遇见 北京的夜色下 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可是却没有人发现 自己的头顶掠过了七个人 活一时 青僧咸云指引一尘他们 到了北京郊区外的一个僻静的山沟内 两人落下 马上自五道青气闪过 又多了五名道德宗的弟子 青僧看到自己师兄出现后 心里有了依托 又神气起来 一尘子 你的功夫没有被废掉吗 奇怪 原来天兴宗的掌门人也会作假呀 哈哈哈哈 哎呦 一尘一道碎星剑气击出 打掉了他的一颗大牙 道德宗的弟子闻风发动 各自放出了自己得意的王运法宝 一道道金银红紫色 形状各异的光芒笼罩住了自己的身体 已经追上来的菲利他们也准备好动手了 杰斯特全身笼罩在淡淡的黑色火焰之下 菲利四周飘起了冰晶 而菲尔兄弟两人的身体 周围龙卷风已经变成了二十多米高 发出了恐怖呼啸声的大龙卷 身体都看不清楚了 一尘冷漠地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天兴宗的弟子 但是也不允许你们在我面前侮辱天兴宗的人 你们到底准备做什么 百条道出来 老子全部接下了 一尘满口黑话 道德宗的一群弟子全傻眼了 他们什么时候从一个修士嘴里听到过这些 良久 咸云才说道 你的两个下属 必须为我们师兄弟的伤势负责 他们一个丢失了肉体 原神重伤 另一个也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身体 重新凝练原神 你说怎么办 一尘摇摇头说 没有什么好说的 无论我如何委屈九权 你们绝对不会放过我们 何况 我一尘绝对不是一个委屈自己以及自己下属的人 动手吧 哪里这么多屁话 这年头 拳头大就是老大 打赢了 随便你们怎么样都好 一尘嘴一张 那轮圆圆弯刀鸡射而出 一圈圈银色的光圈四散肥射 带起了漫天寒光 笼罩向了七个道德宗的弟子 一尘嘴里发出了奇怪的声浪 猛的一声大喝 双手连连掐着回动 一道道银色的光线 从虚空中浮现 组成了一道光网 极快绝伦地轰向了道德宗的弟子 直到光网快逼近了轻松他们 一尘才叫嚷了出来 看我遂行见阵 杰斯特嘴里发出了无数 没有任何意义的吼叫声 一颗颗直径十几厘米的火球 从双手中浮现 然后冲着道德宗的人打了过去 菲利的兵柱 弥补了他的火球攻击中的空隙 菲尔大手一推 两道龙卷锋带着上千道锋刃席卷了出去 而戈尔则是双手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上百根泥土组成的石柱突然从道德宗弟子们所占的地面突出 弦云和清松喷出了自己的剑光 和一尘的剑光纠缠在了一起 其他五个师兄弟 则是仰手撒出了自己师父赠送的攻击性法宝 十几条各色的火龙上百道电光 两柄巨大的降魔柱 三根金迷夹杂着百丈雷火 云雾缭绕地朝着一尘他们汹涌而来 一尘早就运足了全身的力量 趁着自己的飞剑缠住了轻松闲云 双足一蹬身体飞射了出去 两个下勾拳重重地轰在了轻松闲云的下巴上 伴随着下巴鼓裂的咔嚓声 轻松闲云哼都不哼的一声被打了出去 他们的剑光马上被一尘的弯刀剑气 绞成了碎片 两道闲魔柱直直地砸中了一尘的胸口 一尘胸口一闷 一口血水吐了出来 身体借助着一喷之力飞射了回去 额头冷汗狂勇心里后怕道 还好 还好没有被完全砸个实在的 这是道天老道的四十九根降魔柱中的两根 他妈的怎么送给了这些王八蛋 双方的攻击在空中碰了个正着 轰然巨响后 菲利 杰斯特以及菲尔全身巨颤 身体被击飞了出去 道德宗的弟子们则是情况好了许多 毕竟他们依靠的是师掌们威力巨大的法宝 就是心神受了一些震动 并没有什么大碍 就在他们得意的时候 格尔基出的石柱已经从他们脚下击射而去 此时轻松闲云还没有落地 两人早已昏迷 身上的护身法宝失去了主持 威力减弱了大半 被十几根石柱命中骨骼碎裂声中 两人的身体仿佛一个沙袋一般 被激起了三十多米高 重重地摔了出去 其他的五名道德宗弟子 哪里见识过这样古怪的打法 一个个被突如其来的石柱击中 吓得惨叫连起 最倒霉的就是他们的大师兄 也就是法天道人的另外一个宠徒 叫做清风的 直接被一个粗大的石柱撞中了下体 惨叫几声后就晕倒了过去 然后身体被揭持而来的石柱打飞了 一个照面的功夫 菲利 切斯特 菲尔三人重伤 道德宗的七个弟子 全部失去了战斗力 他们没有精神继续指挥放出去的法宝 被一尘毫不客气的 反是能够破坏的都破坏 例如小木杵这样的强力法宝 不能破坏的 也都被重重地击飞了出去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等到一切完结的时候 才有一声断鹤发出 虐杖 敢敢伤我门人 一个面如螃蟹 扎虚火红的老道 在漫天金光中 从附近的数年内冲出来 怒气冲冲地对着一尘 就是一道剑光飞出 同时四道清光 击射向了菲利等四人 戈尔没有受到伤害 他飞快地跳闪着 躲过了那道清光 而菲利等三人 早就躺在了地上 哪里还有力气躲闪 一尘狂叫起来 明德老杂种 你敢 手指出 自己那道圆月形的弯刀 映着漫天的星辰 发出了朦胧的荧光 唤起了万千的光圈 影响了明德老道的剑光 同时 一尘自己飞射向了 那三道清光 明德老道被一尘一个老杂种 气得三尸神暴跳 差点就气晕过去了 他的剑光为之一环 比自己预定的晚了一步 击中了一尘的剑光 一尘的剑光被秋库拉碎 一般的击毁 那柄便宜捡过来的 才到手一天不到的飞剑被击碎了 但是 这一下迟钝也给了一尘一个机会 一尘飞快地过去 截住了射向杰斯特和菲利的清光 身体矩阵 嘴里喷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一脚把菲尔踢了出去 菲尔庞大的身体 还是没有彻底躲过第三道清光的追杀 大腿被刺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差一点就让他断字绝孙了 戈尔已经在旁边狂叫连连 一道龙卷击出 然后一样画葫芦的一拳 撒在了地面上 明德凝笑起来 吊虫小剑旁门左道 也敢在道爷面前卖弄 他手中一个剑指指向地面 定 整个地面被凝固成了金刚石一般 哥尔哪里还能控制这样的地面 早被反阵之力震得飞身而起 三口大血狂喷了出来 嘴里喃喃地骂道 他妈的 我瞅你主动 老板说的对 这些人都是怪物 那道巨大的龙卷在明德老道看来 简直就是开玩笑 随口一口气吐出 戈尔的龙卷风筝马上烟消云散 明德吐出的那口真气 还泡带一般的呼啸而去 重重地砸在了戈尔的胸口 一片骨头碎裂声中 戈尔惨叫一声 晕倒了过去 一尘双眼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只有击倒明德 才能救出自己的这四个心腹家属 一尘也拼了命了 按照师门秘法 丹田处的星河疯狂地震动起来 一尘的身体冲向了明德 那颗星河极皱地吸收着周围的心力 可以看到一条条刺墨的银色光圈笼罩向了一尘 一尘浑身筋骨欲裂 整个人渐渐如同一颗银色的流星般 带起了一条条长长的光带 冲向了三十米开外的明德 明德也是吓了一跳 这不就是天兴宗传说的 专门用来拼命的允星术吗 明德可不想和一尘拼命 正准备躲开 突然狂笑起来 一尘子 如果是你的师父用的这一招 恐怕我师兄法天真人都要退彼三射 可是你是什么人 你不过是现在天兴宗的二代弟子 还是被驱逐出门户的企图啊 明德想想 要是我面对这么一个晚上后背都要躲开 那传出去 中国上百个修仙修佛 修魔修乌修鬼修妖的宗派 还不把自己的名字当作天字第一号笑话传说 嗯绝对不行 一尘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我怎么能够因为他而躲避呢 明德的真缘猛的一提 身上涌起了一道弥天的清光 右手带着一六清气轻轻地点出 一尘全身化成银色流光 因为积累了太多的心力 已经渐渐得如实质一般 仿佛一颗纯银制造的钢弹 散发出一丝丝一粒粒的星光 轰然撞击了过去 明德提及了全身修为的意志 距离一尘所画的流星 此刻不过只有一尺之遥 只见那流星之间的空气 已经出现了微妙的扭曲 光弹中传来了一尘扯着喉咙 发出的嘶吼 明德老杂种 你他妈的去死吧 老子操你道德宗祖宗三十六代 明德老道气得浑身发抖 依据三十六代祖宗 就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把他浑身的气劲炸掉了一半 手指上聚集的全身功力 也刷手地缩回到了体内一半 明德光芒暗淡的手指 和一尘所画的流星 轻轻地触碰到了一起 明德浑身一颤 全身清光大声 列锦声哗啦啦地传出了老远 一尘仿佛一颗破麻袋一般 从光球的中心被挤出 贴身倒地 浑身发出了细微的骨骼碎裂声 仰天一口血喷起了三米来高 明德的乐子也大了 一尘脱离光球后 整个光球解体 一道光柱就在他前面奔发 他的身影已经淹没在了刺墨的银色光滑中 身体后面的山体 被击出了一个直径四米多 不知道多深的窟窿 冒着屡屡青烟 毕竟是一尘的豁命预计 威力启示小可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尸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 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觉得寒畅淋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荧光散去 一道清光鸡舍 还在空中倒飞的 已经失去了意识的一尘 浑身衣衫破破烂烂 基本最重要的三点 抖露出来的明德 不顾星空那震荡的血气 吼叫道 一尘子 你个混蛋 去死吧 天际中传来一句 剑下留人 明德急忙海目一看 天际边 那一道银色闪烁了一下 眼看着天星宗的整备到来 否则 一般门徒谁敢叫他剑下留人呢 明德的剑光微微缓了一下 可是夜风传来 自己胯下一凉 明德低头看到了自己赤裸的下体 心头的无名血火又冒了出来 自己沉思道 好啊 贫道在给几个弟子坐镇 本来说教训一下一尘子他们就是了 可是 现在自己的几个徒儿 失职 生死不知 而你们天星宗的长辈又赶到了 赶紧你们一直给一尘做靠山呢 明德想着想着就想偏了 他偷偷摸摸地藏在旁边的小树林内 哪里怀了什么好心思 本来就准备费了菲利和杰斯特 给自己的两个师职报仇 看到一尘来了 干脆就顺手干掉一尘 谁知道一尘他们临死反扑 结果自己的七个晚辈全部栽了 恼羞成怒的明德亲自住手吧 还被一尘搞了这么一副狼狈样子 要是传了出去 明德只好在山上闭光个两三百年遮羞了 一咬牙 你天心宗的人来了又如何 除非是天心子亲到 我还要给这个老鬼七分薄灭 其他的人和我身份相当 我杀你们一个驱逐出尸门的人 又有什么呢 明德心一横 浑身孽气大胜 清光顿时减少了不少 可是手指出 那道剑光去世更加快上了三分 眼看就要搅到了海在空中击射的一尘的脖子上 天地间被那一道朦胧的银霞充满 一滴滴银色的露珠凭空出现 方圆十里之内 全部被一道从天而降的银白色光幕笼罩了 那些荧光的露珠轻轻地低落 融入了一尘 腓力等人 以及轻松闲晕他们的身体 一阵细微的神秘的叮咚声 从天际传来 光幕所笼罩的地方 一股无形的 庞大的巨力 死死地压制住了 不属于天心宗所有的真缘运转 明德差点哭出来 如此声势 如此规模的普天甘林咒 除了天心子这个怪物 还有谁能够放出来呢 自己仿佛一只癞蛤蟆一样 被四周的星辰之力定在了地上 根本无力动弹 他那柄性命娇羞的飞剑 也被拾几道自天而降的银芒顶住 毫无活力地悬浮在空中 距离一尘的身体 也不过区区几寸而已 更让明德感到恐惧的 是发出这一招的天心子 明明还在百里开外 神念遥控聚集的心理 居然会有如此宏大的威力 甚至超过了自己师兄法天道人 全力运转的玄天伏魔阵的威力 两道荧光从天落下 脸上笼罩了一层银霞的天心子 淡淡地笑起来 哼 明德道友 贫道击手了 天心子也就匆匆忙忙地 对着明德一个击手 也没有多说什么 跑到了摔落在地的一尘身边 双手成剑指 连连引动天心子 发出的普天甘霖咒的那些甘露 更快地渗入到了一尘 他们五个人的身体 顺着他们的筋脉 飞快地运转 眼看着戈尔有点线下的胸骨 慢慢地恢复 细微的琵琶声中 他们五人的伤势 已经全部恢复了 明德那个丢脸呢 自己的小弟弟还在外面露着 胸部也敞开着 简直就是比人间最火爆的女郎 还要开放许多 而在天心子洒下的银霞笼罩下 他一只手指头都没办法动弹 明德尴尬万分 脸上差点要滴下血来 出着声音说 天心道长 贫道 贫道 哎 天心子叹口气说 明德道友 道德总追求无上妙境 若真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心境 道友何至于一招被贫道制住 是是非非 贫道也不多说了 一切自有天论 一臣子虽是本门驱逐的逆徒 但与本门因缘未了 贫道也不能做事 他弊命于此 法天道友若有何等说辞 请来峨眉山质问频道吧 大笑一抖 一到十余粗细 千米长短的荧光 带着轰轰雷鸣破空而起 卷起了天风子 义晨 菲利 杰斯特 菲尔 格尔等人 朝南方头去 普天甘林咒顿时一收 荒野又恢复了刚才的平静 明德垂头丧气的叹息一口 实在实力差距太大了 明德自己认为 和天风子他们可以打个平手 可是碰到了天心子 根本没有反击的力量 就算天心子是现在公认的 最有可能飞升的一个 这实力的差距 也未免太离谱了些吧 一脸铁青的法天老道 带着火德道长几个师兄弟 慢慢地从附近的树林内 走了出来 明德大惊 师兄 你们怎么也在 刚才怎么不出来 好好地和天心子 那个老杂毛理论一番 法天老道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安骂道 明德 你是猪马 我们本来就没占据什么道理 如何理论 何况 何况天心子的修为也太 他已经到达了天人合一的无上境界了吧 我们道德宗还要如何和人家比啊 刚才 连师兄我都动弹不得 如何跟人家理论 何况 人家分明已经发现我们在场了 要是天心子故意整治我们 传出去说我们道德宗掌门以下 几乎所有高手来对付一个一臣子 我们道德宗干脆封闭山门遮羞算了 火德老道摇摇头 脱下身上的道袍 扔给了明德 叹息着说 师弟 你先穿上道袍再说吧 你的飞剑还放在外面干什么 还不收回来 明德这才反应过来 面红耳赤地裹上了火德的道袍 探手 收回了自己的飞剑 法天老道已经急冲冲地走到了几个受伤的弟子门人面前 开始用本门的心法帮助他们回复 火德老道气呼呼地说 天风子这个老杂毛 故意和我们为难 普天甘林咒之下 无论多少人 无论多重的伤 几乎是瞬间都可以平复 他居然把星路引走了九成九用在一臣子他们身上 这 这 这不是欺负人吗 法天老道抱横一声 哼 地不如人 人家欺负我们又如何 哼 天星子已经给我们留了很大的面子了 你们知不知道 一时间也懒得说什么 招呼几个师弟带上了他们的门人 一阵清风飘过 人影皆无 也就分分钟后 两架武装直升机赶到现场 后面跟着一架大型的运输直升机 十几个浑身黑色迷彩的士兵 飞快地从二十米高空处跳下 原地勘察起来 一个看起来是头的大汉 死死地打凉了一下 还冒着青烟 摸上去还烫手地煽动后 对着爆发机回报 现在现场没有发现人机 地上有着一些奇怪的痕迹 似乎发生了异常局部的地震 有血气 很多 似乎是大型激光武器发射后 造成了山地贯穿痕迹 直径432厘米 人57米07至3公分 两架武装直升机 发出的细名轰隆石 滴滴地贴着树梢在附近盘旋了一阵 记载着生物探测器扫描了一阵 仅仅发现了一些野兔子 野猫什么的小型动物 也发出了安全的讯号 给现场拍照 并且提取了所有的刻意物品 例如一些衣物的碎片 金属碎屑 血迹 肉末 粗大的石柱后 这些不明深钻的士兵 飞快地登上了来时的运输机 在两架武装直升机的保护下 朝北京西郊深山的一处基地赶去 这些士兵的到来也是正常的 天心子急于救人 并不知道什么事情的他 直接遥控发动了普天甘林咒 同时还用巨星大阵压住了法天老道他们 方圆石里的一柱晴天的荧光 北京城内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到了 在奥运会开幕前夕这个敏感关头 附近驻军自然也就出动了 伊杨子他们第一时间 把情况通告了孙科长他们 孙科长他们脑袋嗡的一声 勉励支撑着 开始考虑用什么借口掩饰过去了 哪怕就说中国在进行大型激光武器都可以 总不能直接告诉天底下的老百姓说 哦 那个嘛 嗯 是存在的 那个那个 昨天晚上的事情嘛 是两个神仙在打架嘛 大家不要心慌了 就不管孙科长他们 脚头烂额的处理这档子麻烦事情吧 天心子为了稍微震慑一下道德宗的人 话银红而起 破空声大作 瞬息间亦是千里以外 幸好一群人的本体不大 而且速度也不是太快 没有被地面的空军雷达发现 否则又是一场大麻烦 说不定地对空导弹打出来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天心子 他七岁上山 六百年来 他是第七次下山 所以不能太渴求他了 银红在峨眉山落下后 在空中就已经苏醒了一尘一言不吭 一咕噜地挺身而起 最后两栖一弯 对着天心子和天风子救这几个响头 扑伏在地 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天心中正殿前的广场地下 却一声哭声都没有发出 菲利 菲尔 戈尔 看到自己的老板跪下来 也在一尘身后一米多的地方 胆息跪了下去 杰斯特却不同 两只怪眼死死地上下 打量着天心子和天风子 眼里充满了挑战不屑的神色 他心里有一种冲上去 一圈轰在天心子脸上的冲动 谁叫他脸上还笼罩着一层面纱 当他是小姑娘害怕见人吗 杰斯特可没有看出来 那是一层光幕 可不是实质的面纱 天心子微叹 走到一尘面前 滴滴地声音说 这些年 苦了你了 伸手把他拉了起来 一尘恭敬地说 弟子 一尘想了想 似乎自从下山后 所作所为 还真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符合道家伦理道德的 这还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天心子轻轻地后退两步 守阳处一股和风浮起了菲利三人 天风子则是有兴致地和杰斯特对上了眼睛 你看我 我看你 杰斯特是越看越发火 你个长胡子老头老是看我干什么 信不信 我现在就干掉你 不过 想想刚才道德宗的几个小徒弟的势力 杰斯特心里有点发虚 倒是不敢真的和天风子下手 天心子微声说 天风 带这四位小友 在我们山上转转 后山的诸国也快成熟了 先摘几个款待客人吧 一臣子啊 跟我来吧 手一扬 一鹏银霞卷起了一臣 两人闪了几闪 直接向后山去了 天心子在天心宗的禁地附近 落了下来 放下了一臣 看着禁地的入口 莫不作声地沉思了半天 梁就才说 一臣子 你下山四年多了 见识也有了 看看这禁地像是什么 一臣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所谓天心宗的禁地 是一个六十度的 长两百余米 短近二十余米的椭圆形地洞 洞内光滑无比 一棵草都没有生长 肉眼看去 地洞的深度起码在千米上下 再下面就是七彩光芒不断地流转 那就是天心浮摩阵发出的闪光 谁都不知道地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壁洞上距离地面有两百余米 似乎因为太强的震荡 岩层有了断裂带 突出的几个凸起 一臣就是摔落在内里面的 也幸好有几个娇小的凸起 不然一臣早就一头栽进了浮摩阵 被阵式反击化为乌有 一臣小心地抚摸了一下洞壁 恭敬地说 好像是被高温融化过的岩浆冷却后形成的 倒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天心子沉咽了一阵 摇摇头说 到底下面是什么 哎 祖师他们为何要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呢 算了吧 也就是想弄清楚这些事情而已 既然你辨识不出 那么就跟我来吧 天心子缓缓地朝自己闭关的石洞方向走去 一臣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三米处 天心子也不回头地说 为了维护宗门的甲访 当着导得宗的面 不得不驱逐你出师门呢 一臣子 你是否觉得师伯我太严苛了些 一臣连忙回答说 不 弟子自知也有错 被驱逐出去 也不能怪师伯师叔他们 都是 天心子打断了他的话 修道之人 不要过于计较 飞龙道长被你重伤 那是他屠都圣林种下的因 而你被驱逐出师门 未尝不是那日所结成的果 天命如此 道德宗和你也是神不由己 你一人在外 虽然几个下属天赋极异 但是 假如你和道德宗今天计较 那里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一臣有点恼怒地 想起了明德那猙獰的面庞 自知自己的实力 远远没法和道德宗的高手相比 只能答应了一声 是 师伯 等这次中国的事情完毕 弟子就返回伦敦 再也不和道德宗冲突了 天心子轻轻地点头 这样也好 毕竟我们和道德宗也有渊源 撕破了面皮 谁都不好看 为师伯的 劝你一句 我们天心宗虽然入门极易 似乎也不讲究什么修心养性的功夫 对于人的心地 耗坏也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 假如想参悟本门的最高心法 还得上体天心才行 四年不见 你身上的血腥气竟如此浓厚 师伯虽然相信你不会乱杀无辜 所杀之人 大部分也有取死之斗 毕竟杀戮太多 日后对你的修为也没好处的 一尘诺诺连声 眼看着天心子要带自己去到天心宗的后山重地 不由的 有点虚且地问 师伯 我们这是去 天心子淡淡地说 虽然你不是天心宗的弟子 但是 我这个做师伯的 也不能白白看你被外人欺负了 日后 虽然你不去找到德宗的人 但是 他们会放过你吗 师伯无非是要你多一点自保能力罢了 一尘心头狠狠一阵 两人已经漫步到了后山的叠翠崖 下方 就是收藏历来飞升的天心宗门人 遗留下来的法宝的唤醒窟了 两道半月形的金色石门 绷住了唤醒窟 天心子微笑着说 一尘 试试 能不能打开它 随便你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一尘有点奇怪地看了一眼天心子 颠颠头 剑指指出 一到二尺来长 没有丝毫刺目光滑发出的碎星剑气 直射向了石门的缝隙 一尘自觉奇怪 往日 自己射出的剑气的时候 那次不是光滑要目 华丽无比 这次 却如此 黯淡无光 分明在剧集的心理上面 已经恶然地提升了一个层次 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天心子 天心子被引下笼罩的脸 却看不出什么端倪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尸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 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觉得 寒畅淋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说是迟那时快 一尘发出的碎星剑气 已经击中了石门 却仿佛一颗石子般 扔进了汪洋大海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天心子点点头说 再试试 一尘一眼走了上去 双手扶住了左边的石门 浑身针缘流转 一股股仿佛海啸般 强大的真原力 呼啸着 在他体内流转不休 一尘大海间 双手肌肉膨胀 一股距离已经发出去 更加害意的事情发生了 一尘发出的力道 仿佛根本就打在了空气中 没有任何的反应 紧接着 一股庞然的距离 从石门内发出 一尘苦笑着发现 这就是自己刚才发出的真原力 不过 比自己发出的不多不少的 强上了十倍左右 把一尘狠狠地弹飞了回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尘死死地瞪住石门 经问天心子 是不 这是 天心子袖袍一盏 两道石门无声无息地滑开 一手拉起一尘 示意他跟在自己后面 走进了唤心窟 嘴里缓缓解释说 本门心法 包括你在内 也就知道 第一次大轮回后 再次突破到大周天心里的境界 此为迈开天道的无声法门 是不是 一尘点点头 其实他知道的 还仅仅就是一次大轮回 所需要的心觉 自己的小宇宙跪于混沌后 再次修炼的需要什么心法 他还真的不知道 天心子轻轻地笑了起来 你现在使用的是随行剑去吧 嗯 现在本门中人 能够超越随行剑气的 加上师伯我 也不过就是三无许人而已 随行剑气 代表了天心宗的第一个大境界 也就是随行剑 其上是巨行剑 再上则是至高的境界 幻星剑 一尘呆立当场 喃喃地问天心子 那么 师伯 现在已经达到了幻星境界吗 这样的分类 的确是让一尘闻所未闻的 天心子轻笑 师伯嘛 勉强达到了巨行界的顶端而已 还没有参悟透幻星界的真面目 可是 纵是这样 师伯也快要肥升仙界 所以 天心宗的星点 的确是修道界的无上法典 想想看 道德宗的最高基点 太上道德篇 也不够能让他们经过千年苦修后 得以肥升 从境界上 已经比我们差了一个层次了 一尘心里默然 原来 自己所知道的 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不 甚至一角都算不上 天心子带着一尘 顺着幻星窟内的通道 七拐八扭地走了 一阵 一尘打亮了一下 这个幻星窟 发现 洞壁圆润无比 一丝丝豪光 隐隐约约地透了出来 虽然没有什么 富丽堂皇的装饰 但是 总体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样的舒适 欢心 天心子呵呵起声说道 呵呵 幻星窟的大门 就是第一代祖师爷 林飞生之前 用最后参悟出来的 幻星界的神通 凝练而成的 除非自己真正地 踏入了幻星界 又或者知道本门真远 乘三十三次 每次震荡分别为七次 五次交替 前期后五地 透入两扇石门 否则根本不可能打开 一臣心头拒震 天心子这是什么意思 居然把开大门的钥匙 交给了他 看着一臣呆若目击的神情 天心子的心里 也有一丝的得意 自己苦修这么多年 居然还是不能真正地 踏入幻星界 一臣子是本门千年以来 最出众的天才 让他偷偷地参悟星点 应该是不算什么大问题吧 就算他的心底日后变化 那根本就是连巨星界都答不成 又何必害怕他利用星点 为非作歹呢 走到两条分岔的通道口 天心子指点了一下 左边就是存放列位先辈们 飞升留下的法典所在 右边则收藏了本门至高点击星点 一臣子 我们走左边 唤星哭的大门 如果不是拥有巨星出奇的实力 哪怕知道了口诀 也是不能打开的 一臣心里又是微微移动 天心子今天是怎么了 以往虽然也是对小辈们 很宽厚仁爱 但是也没有仁爱到 把本门的核心秘密 告诉自己这样一个 身份尴尬的外人知道吧 天心子自己也都还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 或者说他注意到了 但是并没有在意 他五十年内即将飞升 此刻的他 实际上已经算不上人了 也算不上一个修士了 心中并没有什么门派呀 里外呀 这样的概念 他现在也不过是出于本能的 对于一臣的好感 想要为他做点什么 顺便看看一臣日后 是否能够得到机缘巧合 参悟星点 达到自己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幻星界而已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把一臣他们带来山门的路上 顺手给一臣进行了一次一斤伐髓的动作 让一臣顺歇间达到了一阳子他们现在的大循环后的二十八星宿的境界 天心子缓缓地放慢了脚步 一臣知道正地到头了 也恭敬地放慢了自己的步伐 一臣已经感觉到了 一股浩浩然 不是很强大 但是异常精纯的心力 从前方引了出来 其心力中 浅遍万化 精细悬傲之处 让一臣差点迷失在了里面 天心子带领一臣走进了一个不大的石室 长宽都在二十米左右 上方是十几米高的圆顶 墙壁上 一个个小小的方形 或者圆形的洞窟内 一些闪烁着微光的大小物件 静静地躺在里面 还有一些则是悬挂在了洞壁上 那股心力 就是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 凝聚成一股后 透出洞外的 天心子脸上银霞渐渐散去 轻轻地说 这里 就是天心宗 自创建以来 飞升而驱的三百二十七位 先辈所留下的法宝所在 想来 飞升之后 自有仙界一宝使用 这些繁足间的法宝 自然无法得心应手 只能留在这里 一尘四处打量了一下 周围光法宝不下三千间 从上面散发出来的光泽来看 无意不是上上品 天心子看着一尘 微笑起来 很奇怪吗 其他的宗门 都是由师长 所赐于自己得意的法宝 而本门弟子 想来却是自己从头 苦苦修炼自己的法宝 是不是 一尘点点头 是的 是不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法宝 我看其中很多都是 放出去可以算 现在修道界的极品 为何还要门下弟子 自己苦苦修炼那些品质不高的法宝呢 天心子双手轻轻地放在了背后 四处走了几步说 于尘 你不觉得本门入门太容易吗 道德宗讲究心境的修为 五行宗必须找到 天生五行匹配的灵童 至于顿甲宗 则需要那些心灵手巧 可以制作优良符咒法器的弟子 其他各个宗门 无不大同小异 寻找一个传人难 寻找一个好的传人更难 稍微不慎 百年苦修就化为流水 一尘恍然 我们来得太容易了 心里无所不在 只要不是一个玩朔不堪的人物 苦心羞耻 起码可以达到一个大轮回 再修道界 也算终上的高手了 天心子连连点头 如此可教 本门初期不需要什么心境修为 只要你肯下功夫 将来就是一个高手 如果再不用一些费心力的方法约束入门弟子 磨砺他们的心神 维持他们的心境 恐怕修道界自古以来的魔头 就全部出自天心宗了 那岂不是一个笑话 一尘无语 想来天心宗收徒弟 也不会专门在流氓地痞中找吧 不过自己修炼法宝 的确对于心神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 唯一的原因就是天心宗来得太容易了 天心子看着一尘理解自己的意思 连连点头轻笑说 看看 这些法宝 赐予门侠弟子是不合适的 但是你 本门赋你良多 加上道德宗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五十年内 是否可以镇住他们 五十年后 你又当如何 随意挑选吧 这些法宝 经过本门先辈的重重禁止 非本门传人极难运用 倒也不担心流失了出去 天心子一句本门妇女良多 差点让一尘流下了眼泪 当下 强行控制住了自己的心神 开始环顾四周的法宝 听天心子的意思 自己可以随意拿走重义的法宝 那么 一尘自然不会客气了 反正留在这里发霉生锈 也不是个办法 还不如 让他们跟随自己出去闯荡一番 一尘闭目凝神 根本不用肉远去看 而是 根据各个法宝传出来的行李变化 去寻找其中最好的那些 然后 慢慢地走过去 从洞壁上 或者洞窟内拿下 按照本门心法 收入体内 天心子笑着说 你的那个四个下属 很好 很好啊 可以为了你而舍命一搏 也是一些好人 倒也可以好好地对他们 一尘心念一动 本来选取了几样法宝后 已经准备停手了 可是听到天心子如此说 又开始按照非力四人的特点 给他们拿了一批盒用的东西 天心子仗在旁边 心里连连感叹 不愧是本门进来 天资最好的美人 仅仅依靠自己现在的境界 居然能从心里的微妙变化中 选出那些特别好的法宝 不过还好 本门师祖用的那两柄屠龙碧海 师祖恕罪恕罪 一尘子怎么偏偏拿起了 这两柄匕首 师祖的法宝流传出去 算了 师祖的法宝和其他先辈的法宝 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尘早早地发觉了 这两柄匕首的怪异 可是因为自己对于 这样形状的法宝并不习惯 所以没有挑出来 可是既然天心子都说了 可以给非力他们准备一点东西 那么 杰斯特很会喜欢用这把匕首在背后割人的脖子吧 一尘给自己选择的是两柄飞星剑 三枚巨星环 七支破天梭 三样十二件法宝 他不好意思拿太多 给非力选择的是一柄散发着屡屡寒气的精球 一柄小小的长剑 菲尔和戈尔每人一柄厚重的长剑 剑身足足140厘米长 想来 这位先辈肯定是体型惊人的大汉 杰斯特则是用这两柄屠龙臂了 二十厘米长的锋刃 十三厘米长的手臂 臂身漆黑 一点点银色的光芒 奄奄发散出来 天心子笑道 一切都是缘分 精球名为天霜 小剑名为宁霜 本门千年前 一位女先辈所知 两柄长剑 一鸣凡天 一鸣质地 可引发千万真火 这位先辈 也是因为脾气过于暴躁 飞升时 差点受邪魔外道所控 魂飞魄散 切记 两柄匕首为屠龙臂 威力惊人 倒是小心 千万不可以胡乱赐予了人哪 一尘点头答应了 天心子掐算了一下 时辰 当地盘膝坐下说 一尘 坐下 磕头吧 一尘不知所以 在是拼命于天心子 一头磕了下去 连连十几个响头 碰在了地板上 天心子仰天难难地 祷告了几句 最后 紧紧地盯着一尘说 闲话少说 师伯不能收你重返天心宗 但是 师伯作为天心宗带掌门 可以破格传你心法 此心法 足以让你突破巨星界 来 日后 一切好自为之 一句断贺 仿佛惊雷 炸得一尘心神巨震 连连发誓 弟子万万不敢用本门心法 乱杀一个好人 如有为事之举 万劫不得超胜 一尘暗自琢磨 我不用心力胡乱杀人 用手枪总可以吧 修道之人 若说自己不怕誓言 那是假话 所以一尘也不得不先找好退路 扑伏在地面 天心子伸出了右手 紧紧地抵住了一尘的天灵 天心宗除了星典外 所有法门 全部传了过去 两久后 天心子大笑一挥 把一尘扶了起来 淡淡地说 本门星典 除了开宗祖师 无人参悟得透 师伯我希望你 天心子没有说下去了 再说下去 就是他带头破坏了门规了 虽然现在门规 已经被二人破坏得差不多了 但是最后的禁忌 还是要守的 星殿是绝对不可能 现在就交给一尘的 天心子身体四周 荧光连闪 一尘年同他消失了 直接移味到了 天心宗的大殿处 吃了几个半生不熟的诸果 正在大殿内 等候一尘的菲利四人 连忙迎了过来 天心子没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大声道 一尘子 你与本门姻缘彻底完结 之后天心宗不认识一尘 一尘也不认识天心宗 你好自为之 去吧 一尘一张嘴正要说话 天心子披头盖脸的就拦住了他的话 天贤师弟正在残悟秘诀 无暇见你 去吧 去吧 大笑一挥 一尘等人被一阵狂风刮过 哪里还有什么还手之力 身形恍惚间早就到了北京的郊区 杰斯特终于服气了 由衷地说 老板 这些老头子都是怪物 怪物 他们还是人吗 夜尘轻轻地笑起来 看着东方的曙光说 他们 不能算人了 他们都是真正的神仙中人 从此云脸相隔 再回天心宗 就要等到我达到了巨星界了吧 天心宗 天心宗 你们付我多少 我一尘付你们更多呀 且不说一尘他们 寻到返回钓鱼台国宾馆 此刻的天心宗山门内 有天风子的师弟 一个叫做天雷子的暴躁老道 写的册词极度不客气的御蝴蝶 在经过天心子几处改良后 直接飞到了法天老道手里 法天老道连连变色 有你天心子再一天 就不容许我们道德宗 动一臣子 好好 我给你天心子这个面子 我们这次放过他 下次 火德老道有点奇怪 师兄 按照天心子的修为 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明德老道哼了一声 还能是谁 不就是他们天字 被修为最差的 那个天雷子吗 除了这个家伙 修道之人 谁还用这种口吻 法天老道脸色阴语 狠狠地说 等一阵子 等一阵子 等这次什么奥运会 还是什么会的事情结束后 我不会放过一臣子的 我们道德宗的面子 绝对不能被一臣子给撕下了 真不知道道德宗 到底生什么嫌弃 有没有人看到 明德老道裸体的镜头 有什么好丢面子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生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尸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 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觉得 寒畅淋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生配音组 不过 此刻正在荒郊野外 巡落的一臣 正恨恨地说 我不会放过 明德老道 那个老家伙的 你可以逼迫师伯 赶我出天星宗 你们可以任凭 你们道德宗的 飞龙砸毛 利用权力对付我 你们可以不讲道理地 让小辈和我清算仇怨 但是 你明德老道 一个长辈 居然对我这样的晚辈下毒手 道德宗啊 道德宗 老子要是放过了你 我就是婊子养的 杰斯特轻轻地 眯上了眼睛 老板 我们可远远不是 他们的对手呢 怎么办 一尘微笑起来 第一 我学会了一线法门 可以让天星宗的口诀 直接让你们彻底地了解 再也不会出现偏差 第二 你们看到昨天晚上 他们使用的兵器了吗 我找了比他们更强大上 百倍的好东西给你们 虽然 你们现在的实力 不足以运用它 但是很快 很快的 加上那几个诸葛的力量 你们应该很快就可以达到 二十八秀星力的境界 你们也可以初步使用这些武器了 纵使不能遇见破空杀人 总也可以拿在手上 发挥他们一部分的威力了 好容易找到了一条道路 五人拦住了一辆车 朝城内驶去 身上的手机什么的 都被昨天晚上的打斗阵的粉碎 衣服也破烂了不少 只好赶快去找法德迪奥他们再说了 不然恐怕普洛夫一发飙 又要开始折腾人了 似乎俄罗斯人的牛饮是传统 一辰他们更换好了衣物 重新配上了手机等装备 把他调连同自己的助手 踩满身酒气地爬了起来 对着一辰傻笑道 老板 他们出门谈判去了 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动 你 你 你听着 把他地奥激动地说了起来 你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是不是 我会让你今天直接面对一个 辉煌的文明的奇迹 我带你去看长城 让你看看中国这样一个奇妙的民族 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中的一个 一尘皱眉 长城 OK 我听说过长城 但是它很长嘛 法特迪奥卖了一个棺子 尖笑着说 你马上就会看到了 一路驱车朝霸达岭而去 贝利靠在一尘身上 很有兴趣地问法特迪奥 我也听说长城多么多么了不起 难道真的很庞大的建筑吗 有多高 一百米 两百米 法特迪奥故意卖关子 你们看到了就知道了 你们中国有个很伟大的人说过 嗯 不到长城非好汉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这一辈子没有到过长城的话 那么也就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中的好汉了 法特迪奥 简划地加上了一个住脚 中国人中的 一尘微笑不语 一行人开的是挂着特殊牌照的四辆奥迪新款车型 法特迪奥害怕再遇上龙飞那样的事情 干脆 多带了五个西伯利亚狗熊一样的保镖在身边 陪同他前往的 是个外经纬的一个小秘书 看起来也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 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和杰斯特确实对上了脾气 两人在后面的车里疯狂扯一通什么重金属乐队的话题 连一尘都有点看不透的沙利 还是默默地跟着杰斯特 两只无神的眼睛看着窗外闪怪的快乐 浑身洋溢着自豪自信的人群 一路无话 四辆车的司机不愿意上去 把车停靠后自己消遣去了 法特迪奥一尘带了一行十几人 缓缓朝入口走去 一尘突然停下来 刚才一直没有注意 他一直以为 所谓的城城就是一个类似欧洲中世纪古堡那样的东西 最多就是边上长一点而已 可是看在山岭之间 穿云破雾而去的那条金色的巨楼 不知道为何一尘差点跪倒哭了出来 杰斯特站在原地 嘴里低声嘟囔道 该死的上帝 这他妈是什么东西 这可能是人修建出来的建筑吗 他一手抓住了身边的小秘书问他 这一长城长度是多少 天哪 这也太仗官了 小秘书姓赵 自豪地说 万里长城 号称万里 自然有万里长 也就是六千多公里 杰斯特翻起了白眼 菲利惊呼问赵秘书 什么时候修建的 赵秘书更加得意了 小兮兮地说 最古老的我是不知道了 但是 起码也有两千多年了 一尘早就懒得和他们多说什么了 拉着法的低药冲上了长城 累得身体虚弱的法的低药 差点喘死 一尘轻轻抚摸着巨大的砖石 低声说 这就是长城了吧 长风吹过 一尘的长发翻飞 遥望北边的广阔土地 一股悲壮古朴的苍凉感觉 油然而生 法的低药也是一脸迷醉 一声说道 爸爸说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这是不会错的 爸爸从来就没有说错过 延绵万里的长城 上帝呀 在崇山峻岭中 拖拽这样的巨大石块 去修建这样宏伟的城墙 可怕的民族啊 一尘的真原力 微微地向外散发了出去 他的额头处一凉 一股浩浩然 比他自身心力 还要强大万倍的力量 冲了进去 一些模糊的画面 电影一般闪过 一些模糊的声音 电光火石般掠过 那是一种浩壮的气势 那种早就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 但是依旧深深烙印 在这个空间的 为了民族 为了国家 而拼死搏杀的雄壮 深深地打动了 一尘的心灵 被驱逐出师门时 纳彻骨的委屈和疼痛 在英国于绝望中 苦苦挣扎求生的痛苦 重逢师弟师博时的感动 几年来 对于自己的民族 没有任何认同感的 扶贫一般的凄凉 交织在了一起 一尘静静地 领略着长城上下 所残留的这些悲壮的气息 两滴眼泪静静地划过 然后不动声色地 被一尘的真元力蒸发掉 长城仿佛一条真正的龙 而这些 在他附近奋战过的战士 坐留下的气息 就是他的魂 一尘和长城的魂 无声无息地交流着 仿佛和自己的胸腹 在交流着心底最深处 血脉最底层的那最神圣 不可亵渎的感情一般 一尘低声地 喃喃自语 自豪吗 有一点 剩下的是什么呢 也许我可以明白 黄老头他们 为什么在伦敦生活了这么久 毅然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吧 原来取得了英国国籍的我 股子里还不是真正的英国人 我有另外的称呼 赵秘书带着菲利 杰斯特 他们四处拍照留念 一尘 法特迪奥 两人则闲闲地顺着城墙上走去 菲尔 格尔 以及法特迪奥几个的保镖 保持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恰好能够照顾到一尘他们 又能顾及到菲利那边 同时 还不会打搅了双方的性质 菲尔等四人很明智地 没有在此刻紧紧跟着一尘 法特迪奥夸张地迎风摊开了双手 菲尔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刚才看到你哭了 哈哈 很多海外的中国人 回国后看到这个大家伙的时候 都和你差不多呢 一尘微笑着 我现在心里很轻松 一直以来 我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 我到底要做什么 对于过去和未来 我都很迷茫 现在 我虽然还是不能搞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但是起码 我知道了自己是什么人 起码我知道了 我的灵魂深处 早就已经注定了 我一直是一个中国人 虽然我并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历史 但是 这是可以补习的 不是吗 解开了和世门的心结 又在如此明媚的阳光下 看到了气势如此辉弘 伟大的建筑 一尘心胸异常开阔 很多以前没有想清楚的问题 仿佛道子沟黄油一般 迎刃而解 法特迪奥连连点头 是啊 你真的应该多了解一下你们先辈的事迹 最起码你要知道中国曾经有些什么样的英雄人物 就好像我们俄罗斯 哈哈 皮特大帝 叶卡琳娜女王 还有伟大的列宁 他们都是我们的骄傲 一尘故意捉弄他 哼 亲爱的法特迪奥 那么 要是要你选择一下 伟大的中国和亲爱的俄罗斯 你会选择哪一边呢 法特迪奥稍微想了一下 点点头说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伟大的国度 也许在历史上 以及现在 我们俄罗斯并不如中国 但是 就好像中国是您的祖国一样 俄罗斯是我的祖国 无论它是好 还是不好 无论如何的残破 我依然爱我的国家 我仰慕中国的文化 但是 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难道不是吗 一尘笑了起来 开心的笑了起来 狠狠的拍了一下法特迪奥的肩膀说 是啊 俄罗斯是您的祖国 中国是我的祖国 中国 嗯 燕黄子孙 我开始喜欢这个名字了 两人嘻笑着 心怀大畅地顺着城墙前行 法特迪奥兴致勺勃勃地说 一 看我们能不能登上前面那个高高的烽火台吧 从上面看风景 再想象一下 上百万的雄壮大军骑着骏马来回砍杀的情景 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我一直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战争年代 现在只能在想象中自我安慰了 一尘微微一笑 后面传来一阵喧哗的声音 夹杂着法特迪奥听得懂 一尘并不陌生的哇啦哇啦的鬼子话 一个身穿鹅黄套裙 面容秀丽的 看起来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手里拿着一面小小的黄色旗帜走了过来 后面跟着十多个西装革履的中年 或者老年的日本人 一个个指指点点地说个不停 看起来是个旅游团 前面的小妞是导游 把她低咬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 轻声地说 我们走吧 这些日本人 该死的 看来日俄战争在法特迪奥心里 留下的印象很深呢 一尘点点头 招呼了一下十几米外的菲利他们 继续攀登 哗然声大气 周围的各国游客 全部都轻轻地叫了一声 一个日本老人照在外面的黑色风衣一托 结果一顶后面飘着两片布的 黄色的帽子一戴 加上他身上穿的军服 赫然就是一个二战时期的日本老皇军的打扮 一群日本人鼓掌跺脚地大声叫嚷着 那个导游笑嘻嘻地举起了相机 对着那个老人就是一阵猛拍 法特迪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有点担心地看了一尘一眼 唯恐一尘突然发飙 一尘却是眉头一皱 问法特迪奥 怎么回事 看周围的气氛有点不对劲了 法特迪奥飞快地说 没什么事 可能是说这个老头子穿的衣服很别致吧 一群似乎是趁着放暑假来长城游玩的学生 也就是十七八岁大的孩子 猛地朝着正在拍照的女导游走了过去 一个女孩扶住了她的镜头 用不是很熟练的英文说 对不起 请不要继续拍照了 那个女导游放下手中的相机 有点气质熊熊的 用标准的普通话说 为什么不能拍照 难道拍照有什么不对吗 那些正在狂笑的日本人收敛起了笑容 渐渐地聚集在了一起 身穿军服的老头子 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吼叫起来 小姐 为什么不继续拍照 我要重温达日本帝国皇军的凶风 继续拍照 当年我们的军队打破了山海关 也曾经拍过照的 几个男学生走向了那个老头子 当先的 一个块头有点威猛的学生 抑制住了怒气 对着老头子说 对不起 这里是长城 似乎您穿着这样的衣服拍照 对我们太不尊重了 周围的游人渐渐聚拢起来 一些比较激动的中国青年 已经在人群中卷起了袖子 而几个气得浑身发抖的老头子 站在人群里 拐杖狠狠地敲击着地面 嘴里大声叫嚷 打 打 打死这些狗日的 一尘奇怪地看了一眼发他掉 有点不快地说 发特迪奥 亲爱的发特迪奥 这叫做没有什么问题吗 发特迪奥苦笑 心里低估起来 天呐 钟官爷 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难道连中国的八年抗日都不知道吗 你叫我如何解释 这时 不知道是说了什么 那个女导游尖锐地叫了起来 啊 人家出了钱 我们旅行社当然要提供最好的服务 人家不过是照两张相 你们就提高到什么民族情节的高度 嘴 难怪叫你们这些人是愤青 举起相机 推开了那个女学生 继续拍照 一个男青年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狠狠地一巴掌把相机砸在了地上 嘴里夹砸着南方方言的普通话 骂了起来 我操你妈的 婊子 你他妈的就是一个贱货 一个日本人冲了过来 一手推在了男青年胸口处 于是乎双方情绪失控 一群人在长城上扭打了起来 那个女导游在旁边惊恐地叫着 山景先生 你小心身体啊 和这群人有什么好计较的 周围的外国人纷纷闭闪 古怪的眼神看着那个女导游 附近的其他中国人纷纷叫嚷着 加油加油 打死狗日的小日本 不时有冷泉飞腿 从人群中打出 义尘冷漠地问 告诉我原因吧 亲爱的法特迪奥 那件军服是怎么回事 要不然 我把您从这里扔下去 法特迪奥双手一摊 无奈地说 OK 亲爱的义 大概六十年前 日本侵略中国 大概杀死了三千万中国人 其中 在南京 一次大屠杀就干掉了三十万中国人 在东北 中国人被用来做生化实验武器 中国和日本实际上一直彼此仇恨 所以 我在伦敦的时候 就很惊诧于您竟然和山口组合作 要知道 在中国 就是黑帮 也很少和日本人有来往的 义尘没有反应过来 三千万 军队 法特迪奥干脆地说 伤亡三千万 平民 几乎就是那个时候 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而现在 日本人还总叫嚷着要重新占领中国 我一直都很奇怪 难道您是在贤格里拉那样的世外先进长大的吗 要不然 一个中国人 哪怕就是那个导游小姐那样的卖国的中国人 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那段历史 中国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段历史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尸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 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觉得 韩唱淫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打斗的人群 渐渐地分出了高下 有几个练过武功的好身手 作为保镖 那些学生 以及依靠血气之勇 打斗的年轻人 怎么是他们的对手 远远近近的 几段城墙上 都有人涌了过来 大声叫嚷着什么 眼看就要失控了 刚才掉落在地上的相机 被一个学生捡起 狠狠地砸了出来 他要砸的那个日本人一躲 一脚踢在了他的肚子上 那个学生嘴里 隐隐地流出了红色 弹在了地上 几个离得近的中国人 又扑了上去 相机直直地 朝一尘砸了过来 狠狠地击中了他的额头 刚刚赶到的飞里惊叫着 连忙冲了过来 一尘有真原力保护 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但是这一次撞击 却让他因为抖得踪 而肌下的邪火 狠狠地爆发了出来 一个飞身侧踢 离他最近的一个 日本老头的腰椎 发出了一声碎裂声 身体飞出去了五米开外 上半身弯曲成了 一个奇怪的角度 倒在地上拼命地惨嚎 一尘冷冰冰地说 这些穿黑色西装的 就是什么日本人吧 给我打的他们 祖宗都不认识他们 一尘很窝火 原来自己在法特迪奥 这样一个大俄罗斯 主义者的眼里 是一个在某些地方 如此不堪的人物吗 或许法特迪奥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一尘敏感的心 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 杰斯特一声欢呼冲了出去 重拳轰出 他才懒得管别人的死活 只要是身穿黑色西装的 全部是两拳打断了 身上十几根骨头 最后一脚提飞出去 菲尔戈尔晃动着庞大的具体 冲了过去 对着那些日本人 就是一个熊豹 骨骼碎裂声中 他们放开了手 随后 那个幸运的家伙 也惨叫着瘫倒在了地上 似乎警察永远都是 最后到场的 三四个便衣 七八个警察 终于推开了重重的人群 来到了现场 周围的人纷纷说道 你们几个还不快走 刚才还在动手打架的年轻人 连忙退出了人群 那几个学生 也在人群的掩护下 离开了现场 逸臣这一群重伤了这些日本人的 就成了最醒目的目标 一个便衣走了过来 脸色严肃地问逸臣 先生 请问 刚才是你们把他们打成重伤的吗 逸臣高傲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突然一脚飞起 把那个正在搀扶山井 大声叫唤的女导游一脚踢飞 女导游在空中 就是已经一口血吐了出来 这才满不在乎地说 没错 是我打伤了他们 不要废话了 不要问我原因 我也说不清楚 我为什么很想贬他们一顿 我拿的是英国护照 这几位先生是俄罗斯经贸团的成员 似乎我们打伤的人 只要不是中国人 你们就没有权利逮捕我们 那个便衣有点恼火 指着那个女导游问 这些日本人的此货我才懒得管 他们自然有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交涉 可是他呢 一辰冷漠地问 他 我看他满口日语 我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呢 周围一阵哄笑 很多人大声叫了起来 这个女人不是中国人 她不配 赵秘书终于赶到 飞快地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证 低声和几个便衣警察 商量了起来 随后笑着走了过来 行了 现在没事了 他们会向日本使馆 通报说凶手是几个外国人 已经逃脱了 但是我们现在最好马上离开这里 一辰有点诧异于赵秘书处理的方式 但是想想 何必给自己惹麻烦呢 一行人匆匆离开了长城 几个警察打招呼附近的人 帮忙把这几个重伤者弄下去 结果 周围等人一哄而散 谁愿意呢 那些外国人摇摇头 低声说着什么 也是不关己地走开了 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顿 一尘心里 又笼罩上了新的阴影 一些他现在还无法理解的疑问 可能自己真的需要多了解一些事情了 普洛夫面色如常地听取自己 另外一个心腹助手的报告 松松肩膀 无所谓地说 那些成天叫嚷嚷着 把西伯利亚并入他们国家的日本人 没关系 派人向中国某些部门的朋友 说一声对不起 就说那些打人的家伙 我们也不认识 他们都逃跑了 可惜 不是在俄罗斯 否则直接灭口了那几个日本人 也就不怕麻烦了 他的几个助手 有志一同地点点头 叹息了一口 其中一个地位和发表堪逼你的问他 老板 怎么办 日本使馆正在强烈抗议 万一最后查到我们头上来 面子上有点过不去 说不得交出人手去顶了一下 普洛夫问他 中国方面 如何回答 那位助手微笑起来 中国朋友对日本使馆官方说 攻击他们的游客的人 这几个街头的小混混 判中了他们的财物 所以才打伤了那些日本人 嗯 中国人告诉他们 那些混混全部逃走了 但是 中国方面肯定会加强安保工作 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普洛夫点点头 冷静地说 这也是在警告我们 把法特迪奥 叫进来 一脸无辜的法特迪奥走了进来 双手颤抖着 在空中挥舞了几下 叫嚷着 老板 这可不管我的事 中国一被相机砸了一下 一发火 就变成了这样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下手这样狠啊 最轻的一个 都是断了17个肋骨 普洛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骂道 本大法特迪奥 我才懒得管他干掉了多少日本人 我是要告诉你 估计英国那边 很快就要开始行动了 虽然不能主动联系伦敦方面 但是 你随时要注意事情的发展 明白吗 我们投入了这么多 激花了这么久 就必须有最大的回报利润 地内方面 你好好地陪同他玩一下 毕竟 上次我们欠他们一个人情 这次英国的事情完结后 我们尽量少地和他们有什么接触 他浑身都是刺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惹出大麻烦 法特迪奥响起了一尘不动声色的 一脚踢飞了那个女导游 导致他脊柱断裂 还有三个内脏不同破裂的情况 连连点头 上帝 他们一群人都是冷血的疯子 我可不想因为他们被灌进大牢 不过 老板 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您给的也太高了 普洛夫恒了他一眼 白痴 法特迪奥 记住 只要有性命在 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如果不是一 我们早就栽了 哪里还有现在的风光 所以百分之五十的报酬还是需要的 总不能说我们太小气了 普洛夫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 当时欲高兴 答应了他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如果先再改口 肯定是个大麻烦 我可不想那群人 去我的领地上放炸弹呢 一群人记忆已定 普洛夫总结道 最近中国这边很紧张 大家千万不能惹出事情来 人家生活在即 我们也不好意思给朋友添麻烦 不是吗 好好地看住手下 嗯 法特迪奥他们点头答应了 托洛夫站起来 那么 很好 今天下午的行程是安排去沈阳 参观他们的几条飞机生产线 法特迪奥 你留在北京传达双方的信息 注意 时刻关注英国方面的消息 虽然那些金融方面的专家 应该不会失手 但是 要时刻做好晚于失手的准备 明白吗 法特迪奥连连点头 也不用普洛夫叮嘱了 这是赚钱的行当啊 能够赚钱的事情 他法特迪奥绝对不会粗心的 奕臣给法特迪奥说 心情不好 就想在宾馆发呆 法特迪奥似乎也能理解他的心情 大概觉得 还是和长城上面发生的事情有关 所以 法特迪奥也没有强求奕臣 一定要和自己出去溜达溜达 奕臣每天白天睡大觉 晚上则是一心一意地 修炼那些得来的法宝 两柄飞星剑 已经可以自如地控制 三枚巨星环 早已人环合一 只要意念一发 就是三重皆知的防御罩 至于破天梭 虽然他已经成功地锻造 但是因为威力太大 奕臣暂时还找不到实验的地方 自己的事情忙完了 奕臣叫过菲利四人 督促他们潜心修炼 也许 那几颗半生不熟的诸果的共用 四人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 都踏入了二十八秀星力的境界 差点让一尘的眼珠都掉了下来 杰斯特微微地韵力 体内的星力 疯狂地吸收四周的铜元力量 转化成了火力后 散发出了体内 顿时 一层黑色的火焰 笼罩了杰斯特的全身 杰斯特得意地说 老板 我现在是不是很厉害 一尘点点头说 是的 很厉害呀 妈的 你们的星河 居然比我刚刚宁炼城的时候 大上了三倍 你们几个 除了那些红不红 绿不绿的果子 还吃了些什么 菲尔想想说 那个老头子 给我们每人一颗淡淡的 绿色透明的珠子 有点香味 要我们吃了下去 开始的时候 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这两天运功的时候 身上经常会有 很强力的那个星力涌出来 结果 基本上我们没有费多少力气 就已经达到了现在的境界呀 一尘深吟起来 唉 那是天星宗的秘宝 巨型丹 他妈的 天风子也太看得起你们了 一颗丹药 可以顶一般的百年苦秀 加上你们天赋 又比普通人高出了很多 短短几天的功夫 你们居然跳升了一级 那哪里还是什么 绿色的珠子了 四人目瞪口呆时 一趁暗自琢磨 也好 他们四个都达到了 二十八秀心力了 嗯 也就是可以开始 初步的修炼法宝了 最起码不用他们担心 必须带着奇怪的东西出门了 哼 应该可以把他们容炼进身体了 女尘手一扬 两道白色金光射向了菲利 两道红色橙红射向了菲尔和戈尔 两道黑色的 喷洒着点点荧光的金芒射向了杰斯特 四人分别聚气一饮 这些宝贝已经落在手上 菲利仔细地感受金球 和小剑内传来的刺骨寒气 心中大乐 菲尔和戈尔 捂着手中的长剑 做出了几个劈寒的姿势 自觉威风凛凛 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杰斯特仿佛一只蝙蝠一般 带起了几条残像 挥动着两柄匕首 虚空地刺了几下 双眼发出了凶狠的光芒 血红色的舌头 狠狠地填了一下嘴唇 微笑起来 一尘淡淡地说 给你们三天功夫 用自己全部的心灵 全部的力量 灌注这些兵器 记住 全心全意地 把他当作你们最好的伙伴 最值得信任的朋友 把他们当作你的父母 母亲 女儿一般 感觉他们内部的灵魂 接触他们 让他们接受你们 等你们能够把他们收藏在体内的时候 大功也就告成了 菲尔和戈尔的怪眼 拼命地瞪了起来 白白的眼球 套着一对黑黑的眼中 看起来很是滑稽 两人看了看各自手中的那巨大的宝剑 把这玩意儿放在体内 老板不是在开玩笑吧 一尘微笑不语 示意众人盘膝坐下 开始一个字 一个字的讲解 需要注意的法门 蕴含着天星宗秘诀的声浪 直接把相关的口诀 深深地印入到了菲尼他们的脑海 亲爱的丽莎 您好 有几天没见面了 我无比地想念你 自从那天晚上 在我的部长办公室 我们度过了激情的一夜后 我无比想念你的白皙的肌肤 淡蓝色的眼珠 紧色的长发 迷人的大腿 以及那高耸的胸脯 当然还有那最迷人的 我无比怀念 你在我身体下面 发出的声音声 我无比 一个家伙喝得醉醺醺的 探了个脑袋过来 摇摇晃晃的说 杰克风 您在写黄色小说吗 我可以介绍一个 很好的网点给你 那里的高筹 可是很高的 一万字 如果是特级品的话 可以拿到五十美金的稿费呢 切克风见笑起来 我有那功夫写黄色小说吗 我难道是那么穷困的人 与去依赖那五十美金过吗 告诉你们吧 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就要发生了 我冒充英国才艺部长的名义 用他的信箱 通过内部网络 发给了一个小牛 当然了 这封信会贴在他们内部的电子公告板上的 一群不良青年欢呼起来 凑到了切克风的电脑前 七嘴八舌的出主意 嘿嘿 切克风 加上这个地位的描述 写上伟哥 就说 部长大人 然后使用了伟哥 在一群天才的疯子 那疯狂的大脑构思想 那封黄水四箭的情书 被切克风发了出去 此时 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三天 距离英国宣布自己将加入欧元体系 并且开始在某些领域 开始英镑和欧元的自由兑换 等等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这封情书 飞快地按照切克风的构想 到达了他的目的地 一个财政部的美女职员 看到了这封信后 当场昏倒 他的同事围了上来 散开时 看他的眼神 已经戴上了一丝丝的古怪神色 几个男职员 唯恐天下不乱地 拨打了一个电话 轻声地偷偷摸摸地问 喂 是太阳报的编辑部吗 我告诉你们呢 我们这里发生了大新闻 哦 天哪 你们可以登录我们财政部的电子版公告 网址是 英国 包括天空电视台等所有电视台 欧洲大陆50%以上的电视频道 通通转接到了英国白金汉宫门口一个高台上 英国政府以及王室一大批人物 欧盟的一些财政部长 几个道贺的国家领导人 一贯楚楚 一本正经 道貌岸然 或者最后再加上一个形容词 幕后而贯地站在了台上 正午十二点 英国的那位执意向动乱的伊拉克 以及阿富汗增兵的首相大人 幸运地从一次次从政治危机中脱身的布先生 一本正经地走到了发言台前 面对着台上上百个麦克风 大声地宣读了一份文件 为了增强英国和欧盟的国际关系 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 促进整个世界经济水平的提高 让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更加的强盛富强 我们英国政府决定从今天 也就是公元2008年8月9日 正午十二点开始 正式加入欧元体系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生龙道》 作者 血红 点播 玉生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尸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 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觉得含畅淫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生龙道》 作者 血红 点播 玉生配音组 随后 就是一大通所谓的 英国加入欧元体系后 会带来什么样 什么样的社会效益 会增加多少个就业机会 会在外交上取得什么什么成果 会对人类的净化 宇宙的和平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等等废话 很多电视频道的镜头一转 接通了伦敦 曼切斯特等城市的股票交易场所 里面的人正在进行着复杂 繁琐的操作 开始把一些股票的收购权开放等等 一些不知所谓的事情 英国的那位胖胖的财政部长 走上了演讲台 悲笑着说 我们将第一步开放重金属加工 矿业进出口 有侧金属进出口 等等等等领域 随后 也是一大通专业的术语 无非就是要证明 开放了这些领域后 英国会有多少人受益 欧洲又会得到什么好处 无数个法国和德国的观众 讽刺了起来 你们英国一直想当欧洲的老大 现在我们不调你们了 你们自己的经济封锁了这么久后 也没有任何的起色了 嗯 就想加入欧元体系 增加经济活力了 虚伪的英国人 哼 查尔斯王子 哦 错了 现在人家是国王陛下了 微笑着走了上来 滔滔不绝的说 在我们新一届王室的领导下 在我们伟大的英国国民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英国将会拥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 我们将会重现那个时代的荣耀 我们将会恢复那个时代的辉煌 我们将要重建一个那个时代那样伟大的国度 一通辟话后 查尔斯国王陛下大声叫嚷了起来 天佑我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万岁 还是很有煽情力量的 很多在场的 一关楚楚的英国老头掏出了白手绢 开始擦拭自己的眼角 嘴里大声叫喊着 大英帝国万岁 国王陛下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果不是财政部长突然在国王陛下身后 不到两米处晕倒 这场典礼倒也说得上是盛大的 隆重的 危言的了 其实财政部长先生 也不过是刚刚看到了一个高级秘书 穿上来的一个大印纸而已 结果身体过胖 有些脑血栓 高血压 高血脂 最近还有些糖尿病倾向的部长大人 一头栽倒了下去 脑袋恰好伸入了国王陛下的两条腿之间 受情的国王陛下一荒神 一手推倒了演讲台 如果不是太阳报的特刊 突然捅出了财政部长先生的风流运势 英国这次加入欧元体系的事情 也算得上是顺顺当当的 晕倒了一个部长 其实算不上什么事情 随便一个借口就混过去了 但是既然小报都报道出来了 那个电子发布版的图像 也被某些无聊的人抓了下来 放在了欧洲上百个著名论坛上 一切就开始热闹了起来 无数个媒体不是努力地调查部长先生是否是冤枉的 而是在拼命地质疑政府 难道你们每天上班都是在和自己的女下属做爱吗 那么你们加入欧元体系 按照你们的能力能够保证计划的顺利进行吗 巴特迪奥他们的手下的那批黑客 以及金融专家们 他们对于切克夫的恶作剧是苦笑连连 但是很快一个家伙就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 哈哈 亲爱的 英国政府的网络监控力量似乎减弱了不少 难道他们都去调查那封情书的来历了吗 OK 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动手了 一个留着三缕短短的胡须 很有风度的中年男子微笑着点头 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敲击了一阵 微笑着说 亲爱的伙伴们 英国政府的金库大门已经敞开了 轮到我们去弄一点金子出来了 一群人齐齐地大声叫嚷了一句 在网上用电邮通知了切克夫他们后 开始发动了 一尘登记的那个钢铁厂 以及注册的那个矿业进出口公司 都分别在曼杰斯特以及伦敦上市了 以这两个户头为入口 一批批资金偷偷摸摸地注入了 随后对英国政府不利的谣言刺气 市场已经开始了微弱的波动 三天后 一尘他们坐在主席台边上的贵宾席上 观看了奥运会的开幕式 几个领导人的讲话 让一尘他们有了很大的好感 没有什么啰嗦的 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一点点祝贺 一点点展望 最后就是热烈宏大的开幕式 相比英国政府那种滑而不实的典礼 境界相差之大 大概也就是这两个国家历史机运的底线了 欧洲的电视媒体 基本把注意力都投放在了奥运会上 于是 英国在国际通讯中 暂时成了一个孤岛 绝大部分世人都不会注意到 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英国政府本来是想 趁着中国奥运会开幕的机会 让奥运会吸引大部分人的注意力 让自己的体系更迭 在一个平静的氛围内进行 现在 大致上也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了 北京2008年下聚奥运会开幕式上 极度壮观的一幕 几年后还在被世人津津乐道 也让后面几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黯然失色 事情起因是孙科长他们 给外面发布解释 昨夜的激光是在实验激光全息场景 为奥运会开幕式做准备的 他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那么 开幕式的时候 还必须再来一次 于是 数万的特种兵包围了那片荒野 禁止任何人出入 上百名修士在里面鼓刀了起来 在开幕式的文体会 表演到达了高潮的时候 一道直径十里的银柱 冲天而起 一颗颗巨大的银星 从天际带着长长的尾燕 飞落了下来 一阵阵曼妙的叮咚声 从天际传来 让人如痴如醉 一条金色的巨龙 在荧光内往来盘旋 花雨阵阵中 伴随着一声响彻天地的龙吟 银色光柱内 出现了这次奥运会的惠灰 闪闪发出了万道豪光 十几条体型较小的银龙 盘旋四周 一尘的下巴 差点砸在了地板上 天星宗的巨星阵 道德宗的金龙护体 蹲驾宗的散花蹲驾 加上了其他十几个宗门的 合理示威 可然就是这样 让场中的演员 都带立当场的效果 对外的解释是 这是中国科技人员 经过长久的努力后 所发明的一种大范围的 激光全息投影技术 这显示了 据说 奥运会开幕后 超过三十个国家的情报人员 有意无意地 在那片荒野附近溜达 当然了 他们什么都没有办法找到 而美国 则是投入了超过百亿的资金 力证要在几年内 拿出同样的效果仪器来 低沉他们在观看 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 当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的前四名 再一次被中国选手包揽后 看台上的观众们 发出了自豪的笑声 奥运也不由地开心笑了起来 尤其是拳击赛场上 一个中国选手 一拳把一个来自美国的选手接到 得到了这个重量级的冠军后 中国的金牌一块块地增加着 全国百姓心旷深意的 面上露出了痴迷的神色 看着一个个中国选手登上领奖台 那永远听不腻的国歌声 一次次地响起 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 则是心中各自有着自己的盘算 地球的另一侧 欧洲大陆的西北处 那几个岛上 发生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也查不出那些资金 是从何种渠道 进入了英国的金融市场 一切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但是 肯定有人在其中兴风作浪 英国政府已经损失了 超过三百亿美金 伴随着网络上不断出现的 充满了银碎气息的 或真或假的丑闻 英国政府的亲信力 一步步的下滑 有关英国的新任国王 以及首相的大批丑闻 更加是让他们焦头烂额 金融市场的惊涛骇浪 还都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 人们关注的是第二天 是否还会出现更多 更多更加重量级的丑闻呢 英国政府的家底 一滴滴地被这些暗地里 狙击他们的人榨干 而他们却找不出乱子 出在哪里 一辰注册的两家公司 因为金融动荡 已经趋近破产 钢铁厂的管理层 拼命地想要联系到一辰 可是一辰正在观看 奥运会的跳台跳水 为了表示对运动员的尊敬 一辰关闭了自己的手机 英国政府无奈下 向欧洲的盟友求助 可是换来的大多是干巴巴的 我们对贵国现在的情况 无比关注 我们密切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妈的 反正你们英国现在还是一个 几乎封闭的市场 那些人也就是在疯狂地 炒豆银棒和欧元的汇率 当汇率变动后 再在股市上狙击你一把 我们可不想趟这趟浑水 反正这火也烧不到我们身上 再说了 你们英国人弱了 对我们只有好处 何必拼命帮你们呢 美国人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的球员 还是比较关注的 在不知道谈了什么背后交易后 美国政府出资开始进入英国金融市场 可是此刻的乱子已经越来越大 也不知道多少文风而动的吵架冲了进来 美国政府的那一点小资金被吞噬掉后 向来喜欢背信借义的英国人美踪影了 量子基金第一个冲杀了进去 开始圈地盘了 更加让英国动荡的事情出现了 在凯恩的受益下 一批批假信用卡出现在了英国的大街小巷 这些精美的信用卡根本无法被辨识出来 大批资金消失了 切克夫他们一群人则开始疯狂地 攻击英国的银行系统 例如A转给B的资金 切克夫在拨走一部分款项后 把他转给了C 诸如此类的事情 让英国政府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随后 英国西郊的圣保罗大教堂 在一个晚上 突然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了 暴徒们动用了大威力军火 整个教堂几乎被炸平 上百个来自梵蒂冈的教徒被大口径狙击枪干掉 在梵蒂冈的压力下 英国政府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安全力量又被抽走了一部分 那些教徒是来自梵蒂冈的 为了清剿黑暗议会的势力而来的第一批人 谁知道他们居然被黑暗议会控制的佣兵打了个侧手不齐 梵蒂冈恼羞成怒 可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们也不敢再次出动大批人手了 一切在慢慢的演化着 法特地奥的下属很有技巧 卷走了一批资金后 马上休息一阵 看准了机会再捅上刀子 从来不连续的大量的放弃 这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十几个自称 和某个世界有名组织有关的 说是奉本大叔号召而来的英国的大胡子先生 在伦敦市中心制造了几起汽车爆炸案 局势顿时更加混乱 如果说金融市场上面的狙击 还是在偷偷摸摸的 小刀小刀地给英国政府放血 那些其他的这些事情 则是给英国政府狠狠地捅上了几刀 事态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慢慢地进行着 一臣看着报纸 不无讽刺地说 还真是鲜明的对比啊 这边是全国上下热火朝天 喜气洋洋 而那边则是全国愁云惨物 人心大乱 现在的伦敦 一定是一个为非所待的天堂啊 奥运会顺利闭幕 而俄罗斯的经贸团代表 用种种理由留在了中国 从重工业基础 到生产达火机的流水线 凡是能够想到的 普洛夫那边都带人去考察了一遍 因为所有费用自立 所以倒也给沿途的那些 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 做了一些贡献 中国方面并不知道 普洛夫等人 为什么明明正经事情做完了 还要死皮赖脸的留在中国 不过 反正现在大家的注意力 都停留在英国的局势方面 只要普洛夫他们不捣乱 谁管他们呢 按照一个外经委的上层干部 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 普洛夫这小子在俄罗斯待腻了 正好趁着公款来中国旅游的 随便他去了 反正所有的旅馆不给他们打折就是了 英国伦敦 凯恩面沉如水的坐在了切克夫背后 看着切克夫等七八个人 蹂躏着自己的键盘和鼠标 屏幕上一遍遍地刷着凯恩看不懂的东西 但是凯恩不在乎 反正老板要求凯恩的 只要管着切克夫不乱搞就行 现在他一没吸毒 二 只是稍微的熏酒 再没有找妓女 还算是听话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正面对着显示器的切克夫 得意地眯上了一只眼睛 偷偷地看了一眼凯恩 凯恩接听了电话 是的 我是凯恩 什么 法比奥先生来伦敦了 哦 有事情要和我们商议 很好 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 凯恩拍拍切克夫的肩膀 切克夫 记住老板的话 现在不要闹出事情来 明白吗 切克夫得意地眨巴眨巴眼睛 凯恩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绝对不会破坏老板的命令的 你放心好了 凯恩有点不是很放心地 看了看切克夫 切克夫马上叫起壮田园来 天呐 伟大万能的上帝 亲爱的凯恩 难道在你眼睛里 我切克夫如此真诚 诚实 善良 纯洁的 世界青年的榜样 居然是一个 无耻下流蛮狗谎言的小人吗 你太伤害我脆弱的心灵了 凯恩有一种 吃了隔夜的黄油的感觉 咧咧嘴 狠狠地盯上了一眼切克夫 威胁地摇晃了一下 手中粗重的手枪 带了几个下属走了出去 切克夫偷偷摸摸地趴在窗台上 看到凯恩发动了引擎 那辆民用汉马车 狂飙了出去后 马上跳了起来 欢呼着 兄弟们 It's party time 来吧兄弟们 大家对对数目 哈哈 英国政府 财政部 国防部 外交部 英国王室对外站点 对对 就是这些大头 把我们精心收集的图片和影片全部送上去吧 让英国的绅士小姐 接受一次免费的性教育吧 一群不知好歹的俄罗斯黑客叫嚣着 把和攻击英国金融体系的相关资料 传入进了资料控制境外服务器 泯灭了自己机器上的痕迹后 开始疯狂地进行这个伟大的工程 切客夫吟笑着说 我们应当努力让英国出生率提高一点 所以 一定要放最精彩的片子上去 知道吗 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年轻人 飞快地点上了一只大麻 陶醉地抽了一口 仿佛漂浮在云雾中一般 微笑着说 亲爱的切客夫 放心吧 我这里有最新的日本片 石桃口和两个女人的故事 英国人一定会激动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师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 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觉得 含畅淋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中国城 一尘的老屋二楼的会客厅内 一身笔挺的 雪白西装的法比尔 正兴奋地来回走动着 凯恩带了几个下属推门而入 法比尔联盟赢了上来 敬爱的凯恩 我的兄弟中国义呢 凯恩简单地说 老板去中国看那什么奥运会去了 法比尔先生 有什么事情 要我们帮助吗 老板授予了我全权处理 一切他不在时候的事物 法比尔歪着脑袋 看了一下凯恩的三个下属 嘟了一下嘴 凯恩脸色平静地说 他们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下属 对我们老板 以及我绝对忠诚 任何事物 都不需要在他们面前隐瞒 凯恩的三个下属眉毛一扬 下巴微微抬起 凯恩的话 让他们德国人标准的自尊心 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顿时 脸上散发出来了 一阵迷人的光彩 法比尔做了一个 比较夸张的姿势 弯腰举手说 对不起 凯恩先生 还有这三位先生 对不起啊 啊哈 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凯恩示意 法比尔坐在了那日 他坐的原来位置 凯恩坐在了他身边 三名凯恩的下属 推来了一车子的酒 给两人满上 法比尔示意 自己带来的四个人 守住了会客厅的大门 低声神秘地说 上次和你们老板 我的兄弟中国义 商量好了的 我已经把家族的财产 我所能控制的转移了 两亿七千万美金出来 同时还有一批来自 银月湾的上豪海洛音 您看上次的计划是 凯恩点点头说 我们老板不占海洛音 您可以自己处理那些东西 至于那批款子 我想您先放在这里 我们可以着手 注册一家保安公司了 不是吗 法比尔先生 我们可以用合法的身份 去训练自己的人手了 法比尔微笑起来 轻轻地和凯恩碰了一下酒杯 满意地说 是啊 是啊 切克福先生是个天才 我转移了这么多资金出来 家族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已经用银湾月的毒品 填补了这个空缺 那边的助军长官 非常的合作 非常的合作呀 凯恩和法比尔 一起一眼而尽 凯恩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们老板 一定会高兴您取得成就的 等我们手上有了 足够雄厚的实力后 我们会马上帮您 把那个安切地家族铲除掉 您到时候 就是安切地家族的主人 夺马上层社会的王子 凯恩也不情不重地 派了法比尔一记马屁 法比尔兴奋起来 我第一个 就要干掉我那亲爱的哥哥 然后 他现在手上的那个婊子 那个该死的电影明星 那个千人骑万人压的 烂货 我一定要把它卖到非洲 去趟军纪 凯恩笑了起来 您一定会如愿与成的 当然是这样 可是 一切事情 必须等我们老板回来才行 您的那笔钱 您还是先放在那个户头 还有 千万不能泄露任何风声 我们老板从来不害怕任何事情 可是 我们不希望您 被自己家族的枪手在路上干掉 法比尔站了起来 点点头说 您放心好了 我有分寸的 我要去一趟瑞士 美丽的瑞士 平静的瑞士 家族在那边有些事物 您放心 我绝对会小心的 这一次来 也就给我的兄弟同一个风声 可是 他既然不在 那么 一切就拜托您了 凯恩先生 凯恩也站了起来 点点头说 没问题的 我一定会处理好相关事物的 我等一下就去找一个 关系很好的律师 打听一下 在英国办保安公司的可行性 您走好 路上小心 法比尔几乎跳着舞步 哼着小叶许出去的 一脸神采飞扬 和那日阴沉模样 成了明显的对比 凯恩皱了一下眉头 飞快地追了上去 恰恰在 法比尔准备开车的时候 追到了他 凯恩趴在 法比尔的车窗上 看着 法比尔疑惑的面旁 严肃地提醒他说 法比尔先生 我们老板 一直教导我们一句话 不要得意忘形 在事情 没有彻底成功之前 您任何议程的举动 都会给您 以及您的助手 带来灭顶之灾 法比尔脸色一愣 闪失了一下自己 收敛起来脸上的笑容 静静地点点头说 是的 我太忘形了 谢谢您的提醒 凯恩先生 我很羡慕我的兄弟 他能够有您这样优秀的下属 实在是太幸运了 凯恩点点头 一声不吭地走回了中国城 英国电子监控部门 一个少校惊叫起来 长官 那个盖瑟的测情狂 又开始出动了 妈的 这个狗娘养的 她居然同时 进攻我们几乎 所有政府网站 她还嫌我们不够乱吗 他的长官 一个少将 看了一下 他的显示屏幕 恶呵狠地说 终于找到了一个 发泄自己怒火的倒霉鬼 英国的网络监测部门 以及所有的相关机构 全力动员起来 反正也找不到那些 正在英国市场上 兴风作浪的混蛋 那么就用这几个 家伙出口气也好 他们的头目 甚至恶意地想到 到最后 万一上面的人 要我们交出那些 改死的 破坏我们银行系统的人 我们也可以用 这几个色情狂顶罪吗 切克夫他们一通尖叫狂笑 在满屋子大麻烟气中 他们已经成功地 把英国80%的 政府机构的 对外网站给黄掉了 彻底地黄掉了 这些政府机构的硬盘上 充斥着不堪入目的 色情影碟 除了那些有物理隔绝的 备用服务器的机构 在一个小时后 恢复了自己的信息外 其他的机构的网管 在自己的密码 都被改的情况下 也只能无奈地 拔下了服务器对外的光纜线 正如切克夫他们所料的 大概500万英国人 看到了自己政府部门的 对外网站点上 那生动的成人性教育资料 群情六处的特工出动了 他们和美国合作的 电子监听中心 终于找到了这些 胆大妄为的黑客 切克夫他们太不小心了 因为一直以来的顺利 他们仅仅用了不到 四台服务器作为中转 这已经足够让英国人 抓住他们的蛛丝马迹了 当然 也不能怪切克夫他们的技术太弱 也许 每个人超量吸入的大麻 才是他们翻船的罪魁祸首 一队特勤队员 在特工们的要求下 包围了切克夫他们的别墅 三名身穿黑色特种作战服的 特勤队员 在距离别墅 大门20米的地方 支撑起了一台奇怪的机器 一个拳头一样的东西 瞄准了别墅的房门 砰的一声 声响不是很大 那个刚制的拳头冲了出去 丝纸片一样 砸碎了别墅内扇中间 包了两厘米厚钢板的房门 特勤队员冲了进去 一群特工 手持手枪 紧紧地跟着这些特勤队员 冲进了别墅 地下室没有 一楼没有 一群人飞坏地冲上了二楼 顺着走廊轻步急行 一脚踢开了切克夫他们 所处的改装后的卧房 一群头戴面具的特勤队员 扑了进去 对着切克夫一群人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枪在他们身上 狠狠地砸了几下 最后 拖死狗一样地朝外拖 几个特工冲了进去 马上 因为喘息不过来 又咳嗽着 狼狈地跑了出来 其中一个咒骂道 一群婊子养的 骑这么多大马 怎么还没被毒死 一个特勤队员 随手把切克夫 放在自己音箱上面的 一叠子光碟扔在了地上 躺在地上的切克夫 猛地挣扎起来 咒骂道 你他妈个杂种 那他妈是老子用两百美金 才游击过来的精品光碟 不许损坏私人财物 一个特勤队员 狠狠地在切克夫头上 倒了一圈 切克夫眼睛翻白地 晕倒了过去 切克用手捂住了鼻子的特工 走了进来 打开了房间的落地百叶窗 顿时 昏暗的房间一通明亮 浓浓的大麻烟雾 顺着窗子飘了出去 一个特工欢呼起来 看看 看看 我们抓住大鱼了 这么专业的解码器 亲爱的 千万不要告诉我 这些几百万美金的设施 他们仅仅是用来黑掉 我们政府服务器的 一个神志有点恍惚的 俄罗斯人翻了翻眼睛 用缥缈的语句说 那些 上帝 那些是用来和你的母亲 做爱用的 那个特工瞪大了眼睛 在自己同伴的窃校中 一脚狠狠地踢在了那家伙头上 顿时 这个发话的俄罗斯人 也步了切克夫的后尘 当这些特工 和特群队员 扛着切克夫他们的装备装车 同时 把切克夫他们压卸上车的时候 凯恩带着三名下属 开着汗马回来了 看到起码上百人围住了别墅 凯恩根本没有减速 直接从别墅大门冲了出去 几个特工骂起来 他妈的 你会不会开车 小心我们抓你进去待几天 不过 另外一个特工 则是无比羡慕地说 他妈的 最新款的民用汉马车 上帝呀 这是哪个大明星 又犯了车瘾了 在一个公用电话处 凯恩拨打了菲尔的手机 菲尔 告诉老板 我没有完成他交代的事情 如果他有空 最好现在回来一趟 有麻烦了 菲尔关上了手机 静静地看着正在和普洛夫 神吹海吹的义辰 义辰微微地看了一眼 菲尔 丝毫不动容地继续扯了下去 和普洛夫谈了一阵 义辰道歉说 普洛夫先生 恐怕会要先回伦敦一趟了 家里出了一点事情 这时 普洛夫的一个助手也走了过来 一纸破译后的电文 交给了普洛夫 普洛夫接过电文 飞快地扫了一眼 眉头微微一皱 低声说 可是您现在回去 恐怕事后不好脱身吧 英国人也不是吃素的 叶辰沉思了一阵 说道 我想 道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切科夫他们一群人 现在就是在捣乱 道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想 就普洛夫先生下属的那群人 也是足够可以对付英国银行系统的 我认为 我此刻回去 对于我们是一个更好的掩护 法特迪奥先生在伦敦和我接触多次 英国人不会不知道 这次 就在英国遭受了狙击的时候 我们突然全部离开了英国 如果说观看奥运会还是个理由 可是现在 普洛夫微微点头 是的 我忽略了这个问题 现在奥运会已经结束了 将来 如果我们还在中国逗留 就算英国人没有证据 多少也会怀疑上我们 哎 易先生 马上回伦敦 已经处理切科夫先生的事情 最好死死地看着这些英国的某些部门 让他们无力再找我们其他人员的麻烦 可以吗 易晨微笑起来 背后捣乱 这是我的特长啊 不用您费心 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反正 我不会让英国人怀疑我 和这次的金融动荡有关的 普洛夫下令 法特迪奥 可以牵上他们订票 最快的航班返回伦敦 易晨他们十一个小时后才上了飞机 很简单 他们正在进行经贸考察的那个城市 没有飞机场 等他们赶到临近的那个大城市 一班前往伦敦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只好等待下一班了 送他们上飞机的法特迪奥 无奈地说 中国不是蒙古 蒙古的那些混蛋 只要你在跑道上挥挥手 让飞行员看到了 飞机就会重新下来让你登机的 哼 真是一群可爱的混蛋呢 欲晨翻起了白眼 还有这种事情吗 在后集厅 欲晨比较有兴趣地问发他迪奥 亲爱的 普洛夫先生的名字可真有意思 亚历山大普洛夫是他的全名 发他地要耸耸肩膀 后面还有一个姓氏 是斯特弗斯基 老板在亲密的人面前 喜欢人家叫他压力 在谈论正事的时候 一般叫他普洛夫先生 那哈 在国内被政治攻击的时候 一般都叫他斯特弗斯基 就是这样 我们俄罗斯人的名字 适合各个场合呢 欲晨无情地在心里 赤笑俄罗斯人的粗草 难道你们就不能用语气的变化 来表示自己对一个人的好恶感吗 非要靠名字来 真是野蛮的一族啊 这两天 偷空子翻了几本世界历史书 对于俄罗斯人 可没有什么好的描写 义晨他们赶回伦敦的时候 已经是政府公务人员 将要下班的时候了 吩咐戈尔带了迎接的下属 把行李先送回去 同时 吩咐了他们要小心轻放 因为里面有几件 路过城市的地方政府 送的工艺品 都是价值不菲的货色 可不能弄坏了 随后 义晨吩咐菲尔驾车 直奔苏格兰场而去 轻轻地搂着菲里 义晨有点担心地问他 怎么样 身体没什么不舒服吧 在飞机上闷了这么久 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 菲里笑了起来 缠上了他的手臂 连连迷也摇头不已 义晨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韦静斯的电话 嘿 韦静斯老大爷 我回伦敦了 不要问我有关我 去了哪里的废话 帮我个忙 我知道苏格兰场的 顶头老大 是您马场的常客 不要问我从哪里知道的 给他打个电话 说我有事情要找他帮忙 价钱 行 价钱不成问题 他能有多大胃口 OK 就这样 我记住您的这份人情 谢谢 亲爱的 切斯特挥挥手 放出了一柄屠龙壁 捂出了十几道黑色的光影 恶狠狠地说 就算是被军队抓走了吧 我也有信心捞他们出来呀 得到了两柄 来自天兴宗开山祖师的得意发报 切斯特信心大增 他可是偷偷地试过这两柄匕首的威力 他把自己的火力偷偷地送了进去 然后差点被反阵的力量震死 雨晨恶狠狠地说 不管是哪个部门抓走了切克夫 他最好老老实实地给老子放出来 要不然就别怪我暗地里 给他弄点什么案子出来了 切斯特你用电话找到凯恩 不算了我们回去再找他 奇怪凯恩为什么不来接我们 威力睁开一只眼睛笑着说 凯恩肯定在打点人手 准备出动去抢劫犯人了 雨晨仰了一下眉毛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啊 准备好了 就省得万一要出动的时候 手忙脚乱的 菲尔回过头来 老板 逗了 雨晨微笑起来 哼 上次找我们的那个卡尔警官 是负责特别行动的 那么我们就找他好了 大厅内的警员叫住了雨晨 先生 请问您找谁 杰斯特凑近了他 用自己高出一个头的优势 居高临下地说 我们找卡尔警官 杰斯特心里嘀咕起来 妈的 卡尔 真的好像一条狗的名字啊 从这一点看来 杰斯特和雨晨倒是感同身受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一个因为无辜的原因 被驱逐出失门的人 一个在异国他乡 独自挣扎求存的人 一个苦苦追求力量极致的人 一个天生不同伦理的人 一个并不是好人的人 一个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 一个不怎么好的人 做尽了坏事 偏偏让人觉得 韩唱淫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 警员看了一下 一是古怪 一头红色的短发的杰斯特 皱起了眉头 把手中的公文本抱在了怀里 不紧不慢地问他 你们找卡尔警官有什么事情吗 他可是大忙人 不见得会见你们 一尘缓缓地走了过去 闪动着冰冷寒光的双眼 紧紧地盯住了这个警员 我找卡尔警官 负责特别调查的卡尔警官 告诉我他的办公室在哪里 或者我打你一顿 他应该会出来的 一尘的手紧紧抓住了 这个警员办公桌上的台灯柱子 刺耳的嘶哑声中 粗大的黄铜柱 被一尘一手拧弯了 大厅尽头的楼梯口上 卡尔的声音响起 中国义 义先生 何必为难他们呢 您找我 请上来吧 一尘放开了台灯柱子 狠狠地看了一眼这个小警员 静止朝卡尔所在的楼梯走去 杰斯特和菲利看都不看 这个警员一眼 跟着一尘就走了 菲尔还算有功德心的 丢下了两百英镑说 赔偿登注 以及罚款的费用 应该够了 是不是 长官 如果您没有意见 我也就上去了 怪眼狠狠地 不怀好意地 撇了一眼这个警员的脖子 大步跟了上去 这个受到惊吓的警员 咬牙切齿地低声问 他妈的 这群王八蛋是哪里来的 你有机会我 他身边两个刚刚出勤回来 在值班表上登记的 两个警员第一声说 小子 你没机会的 他是伦敦的黑帮大头子 你和他玩 小心晚上中黑枪 我们可不愿意得罪这样的人 我们只负责一般的小案子 他们可不是我们能得罪的 以后眼睛放亮点 上帝 手上要有多大的力气 才能把这根玩意掰弯呢 卡尔前头带路 带领一尘他们 进了自己不大的办公室 拉开百叶窗 让空气流通一下 最后 飞快地把厚厚的两叠文件 从两张桌椅上移下 用手抹的一下上面的灰尘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啊 对不起啊 我平时很少注意办公室的清洁卫生 所以请坐 请坐啊 卡尔对着门外大叫 斯科特 给我来五杯咖啡 快点 一尘是以菲利坐下 菲利看了看 依然有灰尘的座椅 撇了一下嘴 靠在了一尘身上 杰斯特把那两张椅子 转入了几圈 有兴致地 打量起来办公室 有意无意地说 啊哈 和我想象的不同啊 我还以为 大警长的办公室 一定是富丽堂皇 装修精致的 卡尔夸张地拉长了嘴角 松松肩膀 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看看自己凌乱的办公室 以及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案卷 抓着脑袋说 亲爱的 经费 一切都是经费的问题 我们可不是军情局 哪里有这么多钱来装修办公室呢 反正 每天累死累活的是我们 最后 倒霉的也一定是我们 一尘看了看 有点昏暗的办公室 点点头说 也许 我可以暂住一笔钱 装修一下这里 费用不是很高 是不是 卡尔的神色严肃了起来 易先生 我想您并不是一个经常有善心捐款的人 而且 从您从事的职业来说 给警察局捐款 也不是您的个性吧 嗯 易臣坦白地说 当然是有所为而来了 卡尔先生 我们曾经见过面 多少也算得上是熟人了 我现在需要苏格兰场的熟人帮忙 您不会拒绝我吧 嗯 易臣掏出了一条白色的手绢 轻轻地擦了一下手 手绢上的一脚 刺绣了一个非常精美的金色团笼的图案 这是中国南方 一个叫做苏州的城市 他们地方政府得知易臣是中国人后 特意送的纪念品 卡尔想了一下 微笑起来 妈 易先生 您太客气了 您认识的人还少吗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特别调查处的警官而已 您认识的大人物多了去了 易臣直接了当地说 我不想浪费时间 我看到你桌子上有您和您家人的照片 坦白地说 您有一个可爱的英俊的儿子 我不想浪费您和您家人共计满餐的时间 告诉我 切克夫关押在了哪里 那个因为攻击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网站 而被逮捕的切克夫关在了哪里 卡尔瞪大了眼睛 天哪 在那些部门的服务器上 放了上千只黄色录像 以及图片文章的人是切克夫 您的那位下属 上帝啊 我不知道他被关在了哪里 易臣以为卡尔是推脱什么 双目一瞪 身体微微前倾 一股杀气 飞快地笼罩住了卡尔 卡尔顿觉的浑身毛孔一炸 呼吸都有点困难起来 易臣一个字 一个字地说 卡尔先生 您明白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告诉我有关切克夫的事情 并且准许我保释他 我可以考虑给苏格兰城捐款五百万英镑 以及办公建筑的翻修 当然了 对于您 我也有一份小小的心意 卡尔干笑起来 勉励说 您是在警察局的办公室贿赂一个特别调查科的警官 先生 可是 天哪 我用上帝的名义发誓 整个苏格兰城 没有人知道切克夫先生的事情 我保证 我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不是我们的人逮捕了他 易臣突然增强了自己的杀气 让卡尔毫不怀疑 易臣随时可以杀了他 易臣收敛起自己的杀气 淡淡地说 哦 那么对不起 请问 你们的顶头上司 那位威伦先生 他的办公室在哪里 我有一个老朋友 叫我给他带几句话 卡尔摇摇头说 威伦老家伙 他的办公室在顶楼最里面那个办公室 但是相信我 他也不知道什么的 因为他所知道的 都是我们给汇报的 除非他从额外的渠道 得到了些什么 额外的渠道 卡尔看了看易臣说 我想 我知道切克夫先生现在在哪里了 逮捕他的人是军情局的 不是我们苏格兰场的 易臣也愣了半天 军情局 卡尔无奈地看着易臣说 恐怕切克夫先生要准备好蹲监狱了 我们这里也许对于某些有合作价值的朋友 可以网开一面 允许保释 可是军情局那里 进去了的人从来没有听说有出来的 易臣点点头对卡尔说 谢谢卡尔先生 今天的事情 我日后会有回报您的时候 谢谢您的建议 可是我还是要试一试的 一尘手一挥 带领菲利三人走了出去 正好和端了五杯咖啡的斯科特对了个面 卡尔看着斯科特嘟了一下嘴 亲爱的斯科特先生 给我一杯咖啡 然后您可以考虑一个人 干掉剩下的四杯咖啡 您的速度太慢了 其次他兴奋地说 老板 我们来一场大的吧 郡情局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就是一群普通人 难道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吗 易臣低声咆哮 闭嘴 回去再说 考虑一下 为了切科夫 而和英国政府对抗 我们知道吗 如果切科夫他们已经漏了口风 那我们准备离开英国吧 切科夫此时 正嬉皮笑脸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他的前面两米处 是一张黄色的长条桌 四名一脸严肃的特工坐在后面 三盏聚光灯 把光洒在了切科夫的身上 三面都是墙 正对着切科夫的那面墙上 有一扇小小的铁门 切科夫背后是一堵镜墙 十几个西装笔挺 看起来有地位的男子 透过双面玻璃 观看切科夫受审的镜头 其中一个头发银白的老头 背起了双手 用一种居高零下的口吻说 必须问出他的体系 我有一种直觉 他一定和我们最近的金融市场的风波有关 即使处的那些混蛋 难道还没有查出什么东西吗 一个中年男子摇摇头说 好 他们技术非常不错 做得很干净 机器里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硬盘里面充斥着成人片子 不过就以攻击政府部门的网站 以及拥有幼女色情影片的这些罪名 我们也可以判得终身监禁 他们还非法地拥有大量的大麻 老头动吼起来 我管他巨子的成人影片 我管他巨子的大麻 那些东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是警察做的事情 而我们 我们难道就抓几个色情狂 抓几个吸毒的小子那么简单吗 讨出他的口供 无论用什么手段 给我弄出他的口供 实在不行 也可以让他们顶罪 议会的压力很大 我们必须在半个月内查出 谁是攻击我们的市场的人 他们可以用在最后关头 另外一个中年男子 坚华的说 是的 头 就凭他们那些仪器 我们都可以在法院订他们的罪名 一个普通的黑客团伙 是不需要这么闲进的仪器的 如果硬盘里面没有相关的资料 我们可以在里面制造一些出来呀 老头微笑起来 狠狠地拍了这个一列油滑的中年人的肩膀 大家赞赏 台北 你是我所有下属中最能干的 你们 老头变了一个口气 恶狠狠地说 你们都向台北学习 我不希望在我临近退休的时候 因为侦破不了这次的事情 而被赶下台 明白吗 切克夫打了个哈欠 懒洋洋地 看到在了自己座椅里面 对着四名特工中的那个金发美女 背了个媚眼 故意地抖动了一下自己的下体 笑嘻嘻地说 诸位 请问 有何贵干 你们问了我好几次了 上帝呀 盖子的上帝 这个婚外恋的变态狂 我说过 我只是在帮助英国人 传播性教育的资料片 我没有犯什么大错呀 一个特工站起来 走到切克夫的身边 一手拎起切克夫的头发 狠狠地把他提了起来 怒吼着说 是不是你们在攻击英国的银行系统 干嘛的 你这个婊子养的 这里都是我们的人 我们可以把你打成一团垃圾 然后扔进下水道 不 不能让你这样的垃圾 污染了伦敦的下水道 你应该被打成垃圾后 直接烧掉 一个重拳 打在了切克夫的小腹处 切克夫惨叫一声 马上翻起了白眼 身体仿佛死狗一样 弹了下去 四个特工惊呼起来 动手的那个特工 连忙丢开了切克夫的头发 任凭切克夫 面朝地板倒下 飞快的分辨说 我 我没有用力 只是普通的一拳 戈壁的老头惊呼一声 这是怎么回事 戴威变了脸色 怒吼道 那群白痴 这些俄罗斯人抽大麻 性变态 他们身体早就垮掉了 他妈的 居然下重手打他们 还不更换审问的模式 用金钱 用女色 用死亡为血 用这些比较温和一点的方式 一群笨蛋 老头赞许地看着戴威说 戴威 还是你有经验呢 等我退休的时候 我会推荐你高升的 戴威露出了笑容 但是 谁也没有看到 倒在地面上的切格夫 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这么久了 军情局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对付切格夫他们 面对一群鼻涕虫一样的无赖 你还能干什么 用刑吗 切格夫他们 看起来风吹就要倒下 恐怕微微用力 就要死掉了 用特种药品吗 万一他们过敏 说不定也就挂了 头疼啊 头疼 戴威自言自语的 又好像是说给自己顶头上司 以及同僚听的 看来 只有给他们伪造证据了 他们的那些高档货色 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 加上我们在里面做点手脚 到时候封闭审判 露影带再做点手脚 也就可以对付议会了 老头连连点头 说了一句 戴威 现在你 你全权负责 我要回家休息一下 那该死的老太婆炖了汤 我最喜欢的土豆牛肉汤 哦 上帝呀 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戴威 你负责好一切 明白吗 戴威点点头 一群人恭送老头 带了四个保镖就走了 清晨 经过一夜的调息休整后 一尘精神抖擞的起身 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 做了几个架势 让骨头关节 发出了几声脆响后 按动了电铃 命令所有下属 集中到自己卧房的客厅中 飞力飞快地起身 稍微地稀疏了一下 换上那身 从来不变的银色紧身衣 跟着一尘出了门 一尘没有啰嗦 吩咐凯恩说 凯恩 你随时准备好 需要什么重型武器的 就自己随意行事吧 我们也许需要您和您下手的力量 菲尔 格尔 你们去地方的法院询问一下 从侧面打定一下 最近是否有什么案件需要审理 注意 我要一切详细的 包括那种敏感的 封闭审讯的资料 问问我亲爱的安伦普先生 他是否知道些什么 我们每个月送那么多钱给他 他应该发挥一点作用了 菲利 贤斯特 你们跟我去找亲爱的维金斯先生 我们也许需要他 一尘拍拍巴掌说 行了 伙计们 不要浪费时间 亲爱的 可怜的 可恶的切克夫小兄弟 还在盼望我们去救他 这个该死的 如果不是看他跟了我们这么多年 我就任凭他丢在监狱里了 凯恩 菲尔 哥尔 大步走了出去 杰斯特进门就摊在了沙发上 立刻一个挺身跳了起来 有点兴奋地问 老板 我们去干什么 看了杰斯特一眼 一尘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维金斯的电话 亲爱的 亲爱的维金斯 您早上有空吗 我要和您谈谈 对 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 半个钟头后 我去您那里 不用客气了 两片面包 一杯牛奶就可以了 一尘挥挥手 带着菲尼和杰斯特 朝楼下走去 凯恩安排了两个人 充当司机 这两个家伙 也是凯恩手下 身手最好的 一尘点点头说 只要交通警察 不找我们的麻烦 随便你们开多快 兄弟们 越快越好 我约定了半个小时后 赶到维金斯的马场 其实 只用了25分钟 一尘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一路上没有被交警抓住 也许被电子摄像头拍了下来 刺激闯红灯的镜头 不过 也就是罚款而已了 一尘还不是很在乎这些 维金斯一副开朗的笑容 站在自己的马场大门 迎接一尘他们 一尘走了过去 和维金斯握握手 对着他说 哈 维金斯 听说您的那匹黑色的小马 又拿了一个冠军 啊 是不是 您赢了多少钱 维金斯连连摇头说 啊 正国义 哪里这么容易赢钱 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啊 养这些纯种马 是需要很大的成本的 很大的成本 您知道吗 他们花费的钱 都可以铸造出 和他们等大的黄金马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生龙道》 作者 血红 演播 预声配音组